上尉第141集 陆尘峰音笑道 嗯,你们也不要灰心 我早已经想好了怎么对付他 别看段泽涛那小子现在挺风光 可他选择企业改制 就是让自己坐到了火山口上 我们只要在下面加把火 就能让他焦头烂额 行属那边的彭许东 不是有个堂弟才是要敞他尝尝吗 听说让段泽涛就得给免职了 前一阵还找到我这来诉苦 让他那堂弟把供人煽动起来闹 出了群体事件 我就能名正言顺他 拿段泽涛开刀了 张秋生等人齐齐竖起大拇指说道 高,老板,还是你的主意最高 段泽涛不知道 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正在悄然展开 他正在格莱都吉和扎西斯坦的陪同下 去阿克扎市药厂的宿舍区进行走访 这是一片建于七十年代的低癌两层楼房 到处污水横流 生火垃圾四处散落 散发出一股股恶臭 狭长的胡同走道上堆码着蜂窝煤 纸箱和各种杂物 还有的干脆把自行车也停在了走道上 段泽涛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行走 以免碰到走道上的杂物 走道上有些工人家属正在做晚饭 见到段泽涛他们走进来都用十分默认的目光望着他们 前方一个小学生正架着小板灯系着昏暗的路灯在做素衣 段泽涛感觉鼻子有些发酸 走了过去在那小学生旁边蹲了下来 摸了摸他的头问道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都几年级了 那小学生双手动得发紫 用手背擦了一下就快要掉下来的鼻涕 眨着乌黑发亮的眼睛 奶声奶气地打道 叔叔 我叫桑吉诺布 今年上小学二年级了 叔叔看到小桑吉 就像看到了自己小时候一样 又揉了揉 他柔软乌黑的头发笑道 小桑吉 你为什么不到屋子里去写作业啊 屋里暖和些呀 小桑吉的话 让在场所有的人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我家里交不起电费 爸爸说要节约用电 再说屋里也不暖和 暖气早停了 连做饭的煤也快烧完了 段泽涛这才注意到 这片宿舍楼大多数房间都没有开灯 转头对一旁的格莱多吉和扎西自弹感叹道 你们看 我们这些工人兄弟们的生活过得都简单 所以说企业改制 实在必行 扎西自弹 你明天去跟贡辣公司说一下 让他们马上恢复这片宿舍区的贡暖 这么冷的天 没有暖气怎么受得了啊 扎西自弹有些为难的说道 贡辣公司是由市政公用事业举寡 亏损也很严重 之前常委会专门讨论过 还下了闻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拖钱取暖费 谁都不能批条子开口子呀 段泽涛皱着眉头说道 亏损就要向管理要效益 为什么私营的贡辣公司就能赚钱 对于弱势群体 就应该由财政拿出钱来补贴 这样吧 明天你跟我一起到贡辣公司去调研 看看能不能拿出个可行的方案来 扎西自弹嘴巴动了动 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 这时从宿舍楼的一间房间内 走出一位面带苦涩 华发扫生的中年藏族汉子 嘴里喊道 小桑吉 吃饭了 作业吃完饭再做吧 小桑吉连忙收拾着作业本 这时那中年藏族汉子走了过来 警惕地望着段泽涛他们一眼说道 你们是什么人 来这里干什么 一旁的格莱多吉介绍道 这位是行属段泽院 特意来看望你们的 那中年藏族汉子先是一惊 胡怡的上下打量了段泽涛一番 却并未表现出多少敬意和惶恐 冷冷地说道 你们这些官老爷真是吃饱了 没事干 跑我们这穷嘎的地方来干什么 格莱多吉正要呵斥那中年藏族汉子 却被段泽涛一把拦住了 呵呵笑道 这位工友兄弟 我这次来是想听听你们对企业改制有什么看法 你们有什么困难 我们能帮助解决的 那中年藏族汉子冷笑道 我们不知道什么改制不改制的 我们只知道 我们工人要有活干 有饭吃 有衣串 有时候困难更是一大把 我们的暖气没了 我们的粮食不够了 我们的孩子快上不起学了 这些你们能帮我们解决吗 说的倒好听 一旁的格莱多吉再也安耐不住 怒指道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不知好歹 你们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段泽涛造成的 你怎么能怪到他头上呢 段泽涛好心好意来看望你们 你哪来那么多唠嗦 段泽涛连忙止住隔来多吉一说道 这位工友兄弟说的没有错 我们是党的干部 老百姓生活这么艰苦 我们当然有责任 有义务去帮助他们 而且他们的要求并不高 只是想有活干 有饭吃 有衣串 如果这样的要求 我们都不能满足他们 我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干部 说着又转头对那中年藏族汉子亲切的说道 这位工友兄弟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 但我们要向前看 解改日以后 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转的 你反映的这些问题 我都记在心上了 我不敢说全部给你解决 但一定会逐个帮你们解决的 明天我就去共同公司 首先解决你们的共同问题 那中年藏族汉子 见段泽涛确实和别的当官的不一样 一点架子没有 说话也不上喊空口号 倒像真心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就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红着脸书的 对不起啊 段泽涛呀 我刚才的态度是不好 我们的生活环境你也看到了 确实很苦啊 可上面那些当官的 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 场子就要倒闭了 他们还整天在外面供款吃喝 场子效益能好才怪 这时宿舍楼里的其他工友们 也好奇地围了过来 鸡嘴巴舌地数落着工厂里存在的问题 段泽涛一直微笑着 耐心地听着他们发牢骚 还从口袋里拿出香烟撒给工友们 大家对这个年轻的大官都产生了好感 毫无隔膜地和段泽涛交谈起来 段泽涛听完工友们的反应 笑着分析道 大家反应的情况都很重要 不过大家想过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企业的产权不明晰 没有人真正的为企业住下 缺乏监管 所以说企业改制 是企业扭亏为盈 彻底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 你们可以自己选举出员工代表 参与企业改制工作 工友们虽然对段泽涛所说的企业改制 还只是一知半解 但却被他所描绘的企业改制后的美好前景 所打动 纷纷表示愿意支持企业改制 临走时 段泽涛从口袋里拿出几百元 塞到那中年藏族汉子手里 那中年藏族汉子死活不肯要 给小桑吉买双手套吧 他的小手都冻坏了 段泽涛将钱硬塞到那中年藏族汉子手里 掉头 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转身的那一刻 段泽涛的眼泪 一下子流了下来 第二天 段泽涛一早就带着扎西次弹 来到贡党公司 如今阿克扎官场人人都知道 行属来了位十分强势的常委副专员 连地位书记陆陈峰都被他搞得灰头土脸 可谓是凶名远扬 顾暖公司是企业单位 事业编制 严格来讲也属于体制内的一份子 所以当顾暖公司的负责人 阿旺索朗得知了段泽涛到来后 十分惊慌 生怕一不小心 得罪了这位强势的常委副专员 段泽涛开门见山的 提出了给制药厂宿舍区恢复供暖的问题 阿旺索朗立刻诉起了苦 供暖公司目前每年的亏损额 达到了五百多万元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是供暖费收不上来 燃煤等原材料上涨等原因 原来阿可扎的供暖体系还处于市场化和福利化之间的摇摆状况 不少单位都是采用单位包费福利供热的目视 但因为不少单位效益不佳 凸欠供暖费也就成了常识 像制药厂宿舍区就属于这种情况 而本就不宽裕的政府财政也根本无力为这笔烂账买单 因此在常委会上专门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决定一刀切 对没有缴纳取暖费的企业 一律采用停止供暖的强制措施 这一下 段泽涛就为难了 一边是制药厂的工人这样的弱势群体无法取暖的实际困难 另一方面是供暖公司同样巨额亏损 这个口子一开 将让本就十分窘迫的政府财政承受巨大的压力 也给了陆尘峰攻击自己不服从常委决定的理由 一时间 段泽涛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结束了供暖公司的调研回去的路上 段泽涛一直眉头紧锁 苦苦的沉思 一旁的扎西自弹 见状劝道 老板 供暖问题 几乎全国所有北方城市最头疼的问题 不久前 金社部等八部委 还联合发布了 关于城镇供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要求各地大致要在两年内 完成供热体制改革 但是 供暖企业体制改革不同于普通企业改革 必须要考虑其社会性和公益性 目前在全国都没有成功案例 这就是一个烫手山芋 而且这也不属于您分管的工作范围 很容易让人攻击你 手伸得太长 所以我建议您还是不要插手比较好 段侧涛长叹一口气说的 我何尝不知道 这是我自找麻烦的 可是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 我眼前就会浮现出 小桑吉那双动得发紫的手 这是时关民生的大事 我是为党的干部 如果见困难就退 遇问题就多 我于心何人 于心何安 扎其子弹也被段泽涛 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 给感动了 激动的 老板 我向你推荐一个人 如果你要推动供暖体制改革 这个人会大有帮助 他就是供暖公司的原刃经理 桑巴都吉 他在供暖公司干了二十多年 从一个咕噜工 干到公司经理 对供暖系统的弊病和漏洞 可谓是了如指着 他几次向地位提出 要进行供暖体制改革 却没有引起上级重视 最后 因为在陆尘峰视察供暖公司 公开顶撞他 就被就地免职 回家带孙子去了 段泽涛大喜过往 用力一拍大腿说道 太好了 我就需要这样的 你明天通知他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我和他好好聊聊 扎西次旦有些为难地说道 这个桑巴都吉是个倔脾气 认死脸 自打上次被免职后 就发誓再也不问供暖公司的事 请了病假 在家带孙子 就怕他不肯来 段泽涛哈哈大笑道 只要他只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大难题 我就算学刘玄德 来个三顾茅庐 又何妨啊 本来段泽涛 马上就准备去找桑巴都吉 请他出事 却突然接到周芷若的电话 说是香港投资商考察团 明天就启程飞往拉萨 其中就有香港知名企业 汤晨集团的运营总监刘约翰 他也会一起过来 请他做好接待准备工作 汤晨集团在香港大财团中 起码能排进前十 旗下有四家大型香港上市公司 总资产数百亿 业务覆盖房地产 酒店 高尔夫球场 PVC工业 制药业等多个行业 历来是备受内地省份追捧的大投资商 这次香港投资商考察团的考察 事关阿卡扎的工业振兴计划 段泽涛自然要引起高度重视 值得先把供暖体制改革的事 先放到一边 匆匆赶回行署 向行署专员白马阿次人汇报 白马阿次人自是大喜过望 兴奋的机长叫好刀 泽涛同志 你可真是我们藏族人民的福星啊 这次如果能够招商引资成功 我们阿卡扎的精气占星就有望了 段泽涛连忙谦逊的说道 哎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务 再说 现在八子还没一瓶呢 此事关系到我们阿卡扎地区的工业振兴计划 我觉得应该立刻向地位陆书记汇报 全员动员起来 确保招商引资成功 白马阿次人和段泽涛一起来到陆辰峰办公室 把事情向陆辰峰做了汇报 陆辰峰听了也是又惊又喜 惊的是段泽涛居然如此神通广大 能引来香港大财团投资 喜的是如果招商引资成功 段泽涛固然是投过 自己这个一把手 一个领导有方的功务也跑不了 事关重大 此事还得暂时放下私院 搞好香港投资考察团的接待工作才是正理 当晚陆辰峰连夜召开常委会 通报了香港投资考察团要来的消息 常委们也都一个个喜出望外 如果此次招商引资成功 阿卡扎地区无疑就是在藏西省放了个大卫星 在场中人人人人都能沾上光 常委会一下子变得空前团结 众人纷纷献计献策 抢着要参与接待工作 希望能从中分得一块大蛋糕 上位第142集 最后决定 成立香港投资考察团接待领导小组 陆辰峰前任组长 白马阿萨仁任常务副组长 段泽涛任副组长 负责具体接待事业 安保工作由政法委书记 共不评措负责 宣传工作由宣传部长张秋生负责 立刻在阿卡扎市开展了卫生清扫工作 分遍责任到人 契约在家的常委 每人分管一片 确保万无一失 一定要给香港投资考察团 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 此次香港投资考察团的接待工作 事关我们阿卡扎的经济振行打击 绝对不能出任何疲漏 谁分管的工作出了乱子 我就拿谁试问 谁砸了我们阿卡扎的牌子 我就砸谁的饭碗 陆尘峰威严的扫尸一周 用力的敲着桌子说道 第二天一早 公安局长丹巴捷布 亲自带着几名干警 开着警车在前面开道 由陆尘峰亲自带队 白马阿斯仁和段泽涛随行 分成三辆考斯特面包车 前往拉萨姆街机 刘约翰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海归博士 因为他的叔叔和汤陈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汤品如 关系很好 成为了汤陈集团的运营总监 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材实学 但却最喜欢买海归博士的架子 还特意经自己的中文名字 也改成了洋气的刘约翰 其实这些年他代表汤陈集团 到内地各省进行投资考察 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政府的超高规格的接待 越发让他养成了心高气傲的性格 本来刘约翰对此次阿克扎的考察没什么兴趣 在他看来 到藏西这样的苦寒之地来投资 简直就是花钱找罪手 但一则汤陈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汤品如 正打算扩大在制药业的投资 听了周芷若 关于阿克扎制药厂的介绍 十分感兴趣 二则 他对周芷若的美貌垂涎三尺 产生了非分之想 一路上 刘约翰对周芷若大显殷勤 周芷若却总是借故和他保持距离 让他恨得牙痒痒 他自然长得风流替躺 又有着海归不适的背景 和明切高管的光环 平时主动向他投怀送抱的美女 不在少数 却在周芷若这里碰了钉子 心里越发很不平衡 发誓一定要得到周芷若 刚从机场通道出来 周芷若看到迎接人群中的段泽涛 眼中闪过惊喜的神色 快步走了过来 段泽涛向周芷若介绍了陆尘峰和白马阿死人 周芷若又将陆尘峰、白马阿死人和段泽涛 介绍给随行的香港投资考察团的投资商们 当陆尘峰得知 刘约翰是香港汤陈集团的代表时 表现得格外热情 弯着腰抓住刘约翰的手摇个不停 哎哟 刘总监 欢迎您到阿哈扎来投资 刘约翰矜持地和陆尘峰、白马阿死人和段泽涛 握了握手,摆足了港上的架子说道 陆尘峰,你们这里实在太偏僻了 环境又很恶劣,怪不得这么落后啊 陆尘峰和白马阿死人听得一夜投雾水 还真被他震住 态度越发地千功 段泽涛案子好笑 和周芷若交换了一个眼神 周芷若怂了怂见 两人相识而笑 刘约翰见了就皱起了眉头 脸上洗了阴霾 一路上 刘约翰不停地抱怨车子太差 路况太差 陆尘峰和白马阿死人 则在旁边不停地陪着小星 周芷若却十分兴奋 拉着段泽涛不停地要他看窗外的风景 刘约翰的脸色就更加难看了 来到阿可扎 陆尘峰在地位招待所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并致了热情洋戏的欢迎词 特色的藏西美食让香港投资商们都赞不绝口 刘约翰却又摆起了港商的架子 我在香港就听说藏西的盐羊肉非常有名 有尊贵的客人来的时候都会上盐羊肉 难道说我们的身份还不够尊贵吗 陆尘峰没听懂他的意思 段泽涛却站了起来 不客气地拒绝道 对不起 刘约翰先生 盐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你的这个要求我们无法满足 刘约翰就越发地不满了 第二天考察阿可扎制药厂的时候 陆尘峰和白马阿死人就没有陪同了 改由段泽涛全程陪同 刘约翰走马观花地看了一圈后 又提出要段泽涛带他们到阿可扎的几个著名旅游景点去游玩 段泽涛早看这个鼻子翘到天上去的家伙不顺眼了 冷冷地说道 刘约翰先生 我很怀疑 你到底是来旅游 还是来考察投资的 刘约翰立刻火了 指着段泽涛大怒道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们这些态度还向我们来投资 做梦 说完 拂袖扬长而去 一旁的香港投资商们都愣住了 段泽涛却若无其事地笑笑说道 我们继续考察吧 对于真心来阿可扎投资的投资商们 我们是热力欢迎的 周芷若也帮着做工作 投资商们也都觉得刘约翰的行为有些过分 一路上刘约翰直高起扬 目中无人的做派也早让他们十分看不惯 没有受他的影响 考察继续进行 自有随行的地位工作人员向陆尘峰做了汇报 不一会儿 陆尘峰的电话就打到了段泽涛的手机上 段泽涛 你搞什么鬼 把香港的投资商都弃走了 你付得起这个责吗 段泽涛让一旁的格莱多吉 继续向投资商介绍情况 自己走到一旁 接起了电话淡定的答道 陆书记 你最好搞清楚 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才来指责我 对没有诚意的投资商 我们没必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他们身上 对不起 我很忙 还有很多真正的有诚意的投资商也接待 据这个情况 回来再向你汇报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电话那头 陆尘峰气得狠狠把电话筒摔在了地上 暴跳如雷的说道 这个段泽涛简直太目中无人了 把投资商窃走了 竟然还这么嚣张 真是岂有此理 彭旭东正好在陆尘峰办公室汇报工作 文言眼珠一转 谄媚的笑着凑上前去小声说道 老爸 这正是搞到段泽涛的好机会啊 如果您能把汤尘局团那个刘约翰的港商给留下来 那这招商隐私的功劳不就全是您的了 到时候您再让刘约翰到省里去告段泽涛一转 现在上面最重视招商隐私了 段泽涛背上这个破坏招商隐私的罪名 就是不死也得脱层皮啊 陆尘峰眼睛一亮 用力拍着彭旭东的肩膀好好大笑起来 旭东啊 你这脑瓜子挺灵光啊 这主意不错 既为我唠叨了正解 又整治了段泽涛 可谓是一石二鸟啊 徐东不错 你在刑署那边当秘书长有些屈才了 等过一段时间地委这边的老秘书长退了 我就让你顶上来 再把供部评措搞下去 你就可以进常委班子了 你现在马上去给我安排车 我要马上去做那个刘约翰的工作 让他留下来 进了常委班子 那就是地委领导了 彭旭东只觉得浑身都快轻飘起来 点头哈腰的说道 哎哟 谢谢老板提吧 我这就去安排 说完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飞快的跑出去 安排车去了 刘约翰一路上 见周芷若对段泽涛十分亲密 心中就十分不愤 在欢迎宴会上 又被段泽涛当肿搏了面子 越发看段泽涛不顺眼 今天其实是故意集体发挥 整治段泽涛 他太清楚那里官员 对招商引自他重视程度了 每次只要他一发脾气 当地的一把手 就会脾颠脾颠地跑来给他道歉 有时还会送他一些意外的好处 所以他回到下榻的阿克扎 葬龙酒店 并没有真正的收拾行李离开 而是倒了一杯红酒 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 慢慢地品着 等着段泽涛来给他低头认错 他就可以借机 好好羞辱一下他 果然没过多久 酒店的房门就被敲响了 他立刻放下酒杯 快步走到衣柜旁 打开衣柜门 将衣服和行李箱 扔到床上 做出一副正准备收拾行李 离开的样子 这才走到门口 打开房门 却见站在门口的 不是段泽涛 而是陆尘峰 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一句话也没说 掉头走回床边 继续愤愤不平地收拾行李 陆尘峰连忙快步跟了上去 点头哈腰地说道 哎哟 刘总监 您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的接待工作做得不好 我代表阿克扎地位给您道歉了 请您务必留下来 再给我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刘约翰把行李箱用力往床上一摔 暴怒道 我去过全国很多地方考察 从未有见过像你们那位段副专员 那么没有礼貌的地方官员 以你们这样的态度 怎么可能有人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呢 陆尘峰虽然听不懂刘约翰这 应不应中不中的佳生话 但也大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谄媚的笑头 哎呀 段泽涛 他不能代表阿卡扎地位 我才是阿卡扎的第一负责人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这种 破坏招商隐私的恶劣行为 您不是最喜欢吃我们葬鸡的炎羊肉吗 我立刻为您准备 您不是想去我们阿卡扎的风景区游玩 我可以随时陪您去 您的任何要求 我都会满足您 刘约翰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 这才放下行李箱 笑了笑说的 我喜欢的东西还有很多 比如你们美丽的藏族姑娘 你也能满足我吗 陆尘峰先是一愣 急而吟笑道 当然没有问题 在这方面我和刘总监 有相同的爱好 接下来几天 陆尘峰陪着刘约翰整日游山玩水 花天酒地 还让彭许东去找了两个风骚的藏族美女 全程陪同 臭味相投的两人 很快打得火热 酒店的VIP包厢内 刘约翰喝得醉醺醺的 露出了本来面目 也不丢阳闻了 一只手在一旁的藏族美女身上乱摸 一只手亲热地拍着陆尘峰的肩膀说道 我说老陆啊 你好歹也是阿可扎的一把手 段泽涛这么嚣张啊 我第一眼瞧见他就不顺眼 你怎么不好好整治整治他呀 陆尘峰淡了一口气说道 哎 约翰兄啊 你是不知道啊 我早想对付段泽涛了 可是他有很强硬的背景 所以才这么嚣张 不过你放心 他这次破坏招商引资 把柄就握在我手里了 对于破坏招商引资的人啊 我们政府从来是一票否决的 只是到时候上街派人来调查的时候 约翰兄 你可要站出来说话呀 刘约翰拍着胸脯说道 你放心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以前我有次到安西省做投资考察 晚上无聊叫了几个美女陪着唱歌 他们有个公安局长不识食物 带着人家来要抓我 结果我一个电话直接把他们省长叫过来 当场就把那个公安局长免了职 那个段苏涛得罪了我 我绝对不会让他有好果子吃 其实 那次是刘约翰意图对一个陪酒的女大学生意图不轨 那个女大学生偷偷报了警 那个有正义感的公安局长才要抓刘约翰 那次的经历更助长了刘约翰不可一世的嚣张企业 段苏涛这几天带着香港投资商们又考察了阿克扎茅房厂 阿克扎工艺品厂 以及阿克扎地区其他几家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 好几家香港投资商都表示了浓烈的兴趣 毕竟市场前行摆在那里 只要有新的资金注入 调整管理体制 这几家企业很快就可以扭亏为盈 接下来就是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段泽涛让格莱多吉先和港商们谈 谈好大概框架再向他汇报 他特别交代了三点原则 一 港商可以控股 但原有的国有资产不能转 以原有的资产和市场资源折算股份 组成合资企业共同开发管理 具体的经营管理工作 可以由港商派出专业经营管理人才负责 国有股份负责财务监督和协助管理工作 二 资产评估必须指定专业有资质的资产评估公司进行 政府进行监督 杜绝国有资产的流失 三 下岗职工的安置一定要妥善处理 建议合资公司接收原有大部分企业职工 少部分不能适应工作岗位的通过第三产业分流等方案妥善安置 省委书记讲实前接到陆尘峰的电话回报也十分震怒 葬西省地处边陲 交通和气候状况又比较恶劣 赵商引资本来就比内地上分困难得多 这个段泽涛居然还把投资商往外推 不管有什么原因 终究是不成熟的表现 怪不得中央把他派到葬西来磨练 不过他终究属于陈文青的性格 况且段泽涛是中组部派下来的原葬干部 所以本没有立刻做出处分段泽涛的决定 而是派了一个调查组 由省委组织部长王清风亲自带队 到阿克扎地区进行秘密调查 王清风得知此事也十分吃惊 他对段泽涛的印象是很好的 在他的印象中 段泽涛有着和他年纪不符的成熟和晚重 按说不应该干出如此不理智的行为 其中必有眼情 上位第143集 调查组到达阿克扎没有惊动任何人 也没有像以往一样到地委招待所 而是在阿克扎藏龙酒店另外开了房间 然后通知了地委书记陆辰峰过来 把具体情况汇报一下 陆辰峰带着刘约翰来到调查组的房间 偏油加醋地把段泽涛对待港商态度恶劣 破坏招商引资的事向调查组汇报 刘约翰更是气愤填膺 装腔作势地说道 我对你们政府对待投资商的态度很失望 我很怀疑你们的诚意 本来我们趟陈集团准备投资实业 收购阿克扎制药厂 但如果不处分这个段泽涛 我们趟陈集团是绝对不会在阿克扎投一分钱的 王清风一看刘约翰这副作派就皱浅眉头 淡淡地说道 刘先生 投不投资是你的权利 在事情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之前 做任何决定都是不合适的 接着 调查所要通知事情的另一当事人段泽涛 立刻赶到藏龙酒店接受质询 段泽涛一进房间 现在陆陈锋和刘约翰得意洋洋地坐在那里 满脸的幸灾乐祸 段泽涛随小就露出了一丝冷笑 王清风请段泽涛坐下 满脸严肃地将陆陈锋和刘约翰反映的情况 重述了一遍 正则等 刚才陈锋同志和这位刘约翰先生 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 这将关系到你个人的前途 请你如实向组织汇报 王清风刚才见了刘约翰的坐牌就很反感 心想就算段泽涛真的发了脾气也情有可原 话语里也就有回护段泽涛之意 所以将后果的严重性点了出来 就希望段泽涛为自己辩护一想 哪知段泽涛十分干脆地回答道 嗯 虽然有些夸大其词 但总体上和事实相差不远 这一项 王清风就为难了 处分段泽涛吧 又觉得有些可惜 不处分段泽涛省委书记蒋石前那里又不好交差 一时间也不好做决定 沉吟了半天 没有说话 这时 一旁的陆尘峰却跳了起来 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说道 泽涛同志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你对待投资商态度恶劣 破坏了我们阿克扎的招商隐私大击 已经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如果不是我极力挽留 做通了刘总监的工作 汤晨集团上十亿元的投资 就打了水漂了 那你可就真是阿克扎人民的千古罪人了 到现在 你还不思悔改 我就不得不挥泪斩马素了 我代表阿克扎地位正式通知你 从现在起 你停止反省 并要求你立刻向刘总监道歉 段走涛冷笑道 我是省管干部 省委组织部的王部长就在这里 你无权对我做出任何处分确定 至于这位刘约翰先生 你确定他真的能代表汤晨集团吗 你是怎么做通他的工作的 用美酒和美女吗 如果是这样换来的投资 我想阿克扎人民不需要 刘约翰一下子 哼地跳了起来 恼羞成怒地说道 我是汤晨集团的运营总监 汤晨集团所有对外投资业务都是由我负责的 我不能代表汤晨集团 谁能代表汤晨集团 这时房间门突然被打开了 方东明带着一位气宇宣昂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刘约翰见到那中年男子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 一下子瘫软在座椅上 陆晨峰却没注意到刘约翰的表情 见那人突然闯进来 立刻上前 大声呵斥道 你是什么人 我们正在商量政府要务 你闯进来干嘛 快出去 一旁的方东明笑着介绍他 陆书记 这位是香港汤晨集团董事局主席汤品如先生 陆晨峰一下子惊呆了 原来段泽涛上次在香港开新华招商会 也结识了一些香港知名企业家 见刘约翰赌气走了 也不想汤晨集团的投资就这样打了水漂 就通过及时的香港知名企业家联系上了汤品如 汤品如上次段泽涛在香港开招商会的时候 恰巧不在香港 但新华招商会如此轰动 他回来后自然也听到了消息 还啊啊懊恼 错过了认识巴菲特 乔布斯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继承人 这些全球商业巨子的机会 也对段泽涛这个名字留了心 所以当他得知 段泽涛主动联系他时喜出望外 立刻不打了段泽涛传递过来的联系号码 谁知段泽涛第一句话就是 汤主席 你需要换一个投资代表了 汤品如大惊失色 连忙追问是怎么回事 当得知刘约翰的所作所为后 他震怒不已 连忙向段泽涛道歉 立刻放下手头的事物 连夜飞往了拉萨姆 赶到了阿克扎 汤品如扫了面如土色的刘约翰一眼 冷冷地说道 你就是这样代表汤臣集团的吗 从现在起 你不再是汤臣集团的员工了 财务部将会对你经手的业务进行审计 如果发现有独职或职务违法行为 将会移消给警方处理 刘约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痛哭流涕地说道 汤主席 我做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刚才我叔叔的面子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保证无法是再也不会接受别人宴请和礼物了 汤品如摇摇头说道 身为院营总监 最重要的是要有超人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 你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连自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也不知道 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可见 愚蠢之急 我以前正是瞎了眼 被你那个海贵博士的头衔给迷惑了 居然对你为以重任 我再给你机会 又是对公司的股东不负责 你叔叔那里 我会和他说的 说完 汤品如不再理会刘约翰 转头紧紧握住段泽涛的手说道 段泽远 对不起了 因为我识人不明给你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请你谅解 但是我们汤真集团想到阿克扎来投资的诚意 绝对是百分之百真诚的 我这一次来就是要到阿克扎制药厂去考察 刚才刘约翰有一点没说错 汤真集团的确打算尺子实意 打造新的制药产业集团 阿克扎制药厂将是我们首选的合作对象 段泽涛呵呵笑道 现在我国的苗药 芒药等民族药品牌都开发做得很好 但藏药的开发却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由了汤真集团的加入 我们非常有信心 打造出全国规模最大的藏药集团 让制药业成为阿克扎工业体系的支柱性产业 这是一件功在当代 历在千秋的大好事 我代表阿克扎人民 感谢你 汤品如感叹道 段泽涛 我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你的话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上次在香港我们圆强一灭 今日一见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 段泽涛又郑重地向汤品如 介绍了王清风 王清风对汤品如到阿克扎来投资 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汤品如则是对段泽涛不另欲美之词 表示自己到阿克扎投资 主要也是因为看好段泽涛 规划统筹能力 能为投资企业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平台 王清风则表示 将会把调查结果向省委书记蒋石前汇报 对段泽涛在招商引资工作上做出的成绩 给予全省表彰 王清风带着调查组 当晚就赶回了拉萨姆 向省委书记蒋石前汇报去了 而陆尘峰抱错了大腿 摆了乌龙的事儿 更是成为了阿克扎官场的笑柄 令他的威信一落千丈 不少原来靠拢他的干部也开始动摇 考虑是不是该向段泽涛示好了 汤品如在段泽涛的陪同下 对阿克扎制药厂进行了认真考察 虽然阿克扎制药厂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落后 但具有卓越投资眼光的汤品如 还是看到了习改制后 新装上阵后的良好发展前景 只要有新的资金注入 再从香港抽掉一批经营生产管理 营销经营人才过来 阿克扎制药厂很快就可以焕发新的获利 而凭借藏西丰富的中药药材资源 打造一个全国性的藏药品牌 非常具有可行性 因此汤品如立刻拍板 赤姿石亿与阿克扎制药厂合作 成立汤陈藏药公司 并立刻抽掉精英 组成了工作组 进驻阿克扎市 与阿克扎制药厂商谈具体投资事业 而那几家准备投资阿克扎 蒋石前做了汇报 蒋石前也大吃了一惊 他当初按照姜瑟龙的要求 把段泽涛分配到阿克扎去 对段泽涛的发展是不太看好的 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居然如此激出 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打开了局面 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这让他不由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 同心审视起自己对待段泽涛的态度来 陆成峰遇向害段泽涛不成 反倒让自己大失了面子 微信尽失 心中十分恼怒 把自己的几个心腹手下 张秋生 林少楼 阿王八桑 彭旭东召来 又商量起如何对付段泽涛的阴谋诡计来 彭旭东上次给陆成峰出了馊主意 让他去讨好刘约翰陷害段泽涛 结果反倒让陆成峰吃了个哑巴亏 此时当然要将功赎罪了 咬牙说道 段泽涛现在神气了 如果周上引资的事搞成了 那就是在全省放了个大卫星 要懂他就更不容易了 要我说一不做二不休 咱们得把这招商引资的事儿 搅黄了 绝不能让段泽涛得到这个大功了 一旁的阿王八桑连忙反对的 这不太好吧 招商引资是关阿克扎的经济振兴 受益不仅是段泽涛 还有我们阿克扎所有的藏族统帽 为了私怨而损害所有阿克扎民众的利益 这也太过分了吧 彭徐东恶狠狠地说道 无独不丈夫 我已经和我堂弟彭雪飞商量好了 他已经联系了原来厂里的好几个干部 把工人们发动起来闹事儿 到时候出了群体事件 工业局是段泽涛分管的 这个黑锅他不背也得背 这时组织部长林少楼也出言反对的 这个主意不太好 真要出了群体事件 段泽涛作为分管领导 固然要追究责任 但陆书记身为一把手 难免也要吃挂了 这是典型的杀敌一仙 自损八百的损账 彭雪东把手一摊 反唇相击的 那林部长有更好的意见吗 我吸耳恭听 林少楼有些火了 你彭雪东算什么东西 刑署秘书长只是个处级干部 仗着最近在陆书记面前比较受宠 竟敢和自己这个地位成为组织部长交叛 长此以往那还得了 眉头一皱就准备发脾气 陆乘峰用力一拍桌子 咬牙切齿的说道 别说了 搞到这个段泽涛 京城里那位大人物那里 我也没办法交代 自损八百就自损八百吧 就按旭东的主意办 你一定要多发动些人 省事搞得越大越好 徐东啊 告诉你堂弟 这事儿 他如果办好了 我保他一个好前程 几人商议完毕 彭雪东立刻去找自己的堂弟 与彭雪飞商议 彭雪飞听说 地位书记陆辰峰 亲口许了自己一个好前程 立刻像打了鸡血一样 用力拍着胸口说的 徐东哥 你只要放心 这事儿我一命办得妥妥的 某房厂和工艺品厂的厂长 都是我的这哥们 改制以后 他们就都下岗了 心里都憋着一口气的 下面的那些工人都喘得寒 只要我们跟他们说 段泽涛这是要把厂子卖了 以后他们就要喝西北风了 他们一准气的跳起来 随便一发动就能召集个几百人 到时候把地位大院一围 急得跳起来的就该是那姓段的小子了 几个厂的工人文化程度都不高 所以尽管段泽涛让格莱多吉做了大量的企业改制宣传普及工作 自己也经常下到基层去和一险工人讲改制后的好处 工人们都还是一知半情 给彭雪飞等人一蛊惑 一扇斗 真以为从此以后饭碗就丢了 立刻群情涌动起来 在彭雪飞等人的带领下 气愤填膺的工人们把地位大院给围了起来 上位第144集 而段泽涛此时正在和汤晨集团的代表商谈投资合作的具体事宜 在陆尘峰的课业安排下 这一消息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段泽涛 而是先让公安局长丹巴结布调来大批警察要把工人驱散 工人们以藏族为主 藏民一般性格都比较冲动 而且国家政策是允许藏民带刀的 所以一见警察来了 就把配刀都拔了出来 现场气氛一下子弓把弩张起来 陆尘峰这才给段泽涛打电话 段泽涛你看你干的好事 那几个厂的工人现在把地位大院都给围了 我早说过 股子卖的太大了 容易出问题 这下好了 出了群体事件 我看你如何向省委交代 说完也不等段泽涛翻扁就挂断了电话 一旁的汤辰集团的谈判代表也得到了消息 紧张起来 惊慌道 段泽涛 我们的谈判可能要暂时终止了 这个项目投资这么大 如果原来的职工不配合 我们的合作就会出大问题 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也在别的省市遇到 当时还有我们的谈判代表也被打伤了 段泽涛淡定的笑笑说道 只是在沟通环节出了点小问题 工人们有些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你们先回酒店休息吧 我可以保证这件事情很快就能和平解决 当段泽涛赶到现场的时候 局面已经有些失控了 防暴警察们高举盾牌购注的防线 在愤怒的藏族工人的冲击下节节后退 还有几名警察在冲突中受了伤 幸好警察们都比较克制 没有得到上级命令 也不敢动用武力 局面总算没有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公安局长丹巴捷步在外围急得满头大汗 地位领导都说在办公室没有露面 他一个大头兵顶在前面 不知如何适合 严见局面无法控制 咬牙道 立刻掉催泪弹了 用催泪弹把他们驱散 这时就听背后传来一个镇定有力的声音 不可以 这样做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正是段泽涛赶到了 丹巴捷步回头看到段泽涛大喜过往 总算来了个比他官大的 自己肩上的担子就可以交出去了 惊喜的 哎呦段专员您来了 段泽涛冷静的说道 丹巴捷步去一场 现场现在由我指挥 我命令你 立刻给我找一个电动小喇叭来 往前面的防暴警察 后退一百米 我一个人过去和工人们谈话 一旁的胡铁龙 方通明 扎西四旦 急忙说道 老板 不可以 太危险了 丹巴捷步也被吓了一条 连连摆手说道 哎呦不行 段专员 这太危险了 你要出了事 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段泽涛不容置疑的 立声说道 一切后果 由我负责 你立刻追求命令 一旁 胡铁龙 方通明 知道段泽涛的性格 决定了的事情 就不会改变 连忙齐声说道 老板 我陪你一起过去 段泽涛笑笑说道 东明 铁龙 你们别担心 这种场面 我又不是没有经历过 只有我一个人过去 工人们才会消除戒心 放心 没事 丹巴捷步没有办法 只得找来了喊话的小喇叭 交给段泽涛 段泽涛拿着小喇叭 大步走到了防暴警察 构筑的防线背后 大声的喊话 工人兄弟们 我是刑署副专员 段泽涛 我是来给你们解决问题的 现在 我立刻让警察同志 后置到一百米以后 请大家也保持克制 人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段泽涛经常深入第一线 和工人们交流 不少工人都认识他 就有人说话道 段泽涛来了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也有人喊道 就是这个段泽涛 把我们的工厂卖了 一定要他给我们个交代 不管是对段泽涛有好感的 还是不明真相痛恨他的 但一直和防暴警察 推丧的工人队伍 总算是停下来了 这时 又听段泽涛大声喊话道 现在我命令 所有防暴警察 号车一百米 退回到警戒线以外 立刻执行 警察们都被段泽涛 这种一往无前的气势 给感动了 带队的防暴队长高声喊道 原地经理 执行命令 只听警察们整齐如一地 刷的一声 转身向段泽涛敬了一个礼 然后迈着整齐的步伐 后车到一百米外的 警戒线后面 形成了一个空白带 变成了段泽涛 孤零零的一个人 站在工人队伍 和警察队伍的空地上 无数的目光 聚焦在他的身上 段泽涛镇定的扫尸力 一眼面前黑压压的人群 人群中高举了几条 白底黑色的横幅 一条写着 我们要吃饭 一条写着 打倒出卖国家财产的贪官 段泽涛 显然这是有人精心准备的 而且将矛头 直接对准了段泽涛 看到这两个横幅 段泽涛没有被激怒 反而闹出了笑容 只剩那两条横幅 呵呵笑道 同志们 你们这两条横幅的内容 写的有点问题 首先第一条 我们要吃饭 你们现在还是有饭吃 只是吃不饱 所以这条横幅的内容 就要改成 我们要吃饱饭就对了 应该说 你们的要求还太低了 只吃饱饭 怎么够 你们的孩子要上学 小伙子们要结婚 姑娘们要买漂亮衣服 所以你们还要多写几条 第二条横幅写的是 打倒出卖国家财产的贪官 段泽涛 既然要打倒 又是贪官 就要在名字上打个大叉 强必杀人犯的时候 都要在名字上打个大叉的 如果我真的出卖了国家财产 那比杀人犯还该杀 所以应该在名字上打个大叉 工人们听段泽涛说的风趣 都笑了起来 这一笑 火药味十足的气氛 一下子缓和了下来 段泽涛趁热打铁的说道 工人兄弟们 你们的心情我十分理解 饭都吃不饱 基本的生活问题都不能解决 要我 我也得来闹 我们的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困难 我首先代表阿克扎地区行署 给大家道歉了 说完 就弯腰深深的向人群拘了一躬 人们都惊怠了 在他们眼里 官员都是高高在上的 几时见过官员跟老百姓鞠躬道歉的 小僧吉的父亲也在人群中 现状激动的大声喊道 段泽涛 这事不能怪你 你没来之前 我们厂笑意就不行了 要怪 就跟那些拿着我们血汗钱 打吃打喝的贪官 周围的工人都纷纷符合 表示这事不能怪段泽涛 举不服的工人 也把那条打倒出卖国家财产的贪官 段泽涛收了起来 此时的彭旭东的堂弟彭雪飞 征集在人群中 一看势头不对 见工人们被段泽涛有说服的征兆 自己的预谋就要破产了 联盟大声反对他 怎么不能怪他 就是这个段泽涛 把我们的厂子 卖给了香港的资本家 现在我们虽然吃不饱 好歹还有口饭吃 把厂子卖掉了 我们只能喝西北风了 工人一响也对 纷纷气愤的质问起段泽涛来 气愤一下子又紧张起来 段泽涛在人群中扫尸了一圈 想把这个别有用心 煽风点火的人给找出来 他已经意识到 这就是一场针对自己的大阴谋 而这个煽风点火的人 一定就是这场阴谋的组织者之一 把这个组织者揪出来 事情就好办了 要不然自己终究只有一张嘴巴 好话说了一箩筐 给这人在后面一蛊惑 自己前面的话等于白说了 好不容易平心了工人的情绪 也又被鼓动起来了 彭雪飞感觉到段泽涛 刀锋般的目光扫过来 吓得连忙把身子一缩 躲在了前面的人身后 段泽涛就没有发现他 不过再狡猾的狐狸 总会有露出尾巴的时候 段泽涛微微一笑 拿起小喇叭继续喊话道 如果大家觉得和香港外商合作不好 我可以马上终止和他们的谈判 继续维持现状 不过大家想过没有 你们的工厂早已严重地亏损 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现在全靠财政拨款 维持你们的基本生活 在政府财政也很紧张 如果继续维持原状 你们这碗饭还能吃多久 工人们一下子沉思起来 现场再次安静下来 段泽涛没有再给彭学飞等人 煽风点火的机会 继续趁热打铁的书道 有句古话说得好 穷则思变 所以我们要进行企业改制 要寻找外资合作 在这里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误解 我们和外商合作 并不是把我们的国有资产卖了 而是将我们的国有资产 成为股份 享有和外商同等的权利 我们并没有放弃对合作后 组建的新企业的管理权和所有权 这就好比我们做生意亏了钱 本钱不够了 怎么办呢 找一个生意做得好到大老板合作 人家有资金 有技术 有销售渠道 我们和他一合作 我们的生意也活了 赚了钱 我们大家的生活就好起来了 而且我们不是把生意交给那个大老板就不管了 我们要成立职工代表大会监督他们 他们违反了合同 惊害了大家的利益 政府也会制裁他们 我可以保证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活干 有饱饭吃 孩子有学商 段泽涛这么深入浅出的一分心 工人们就全明白了 恍然大悟道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这可是大好事啊 小僧吉他爸爸惊喜地说道 段泽涛 你说的都是真的 真有这么好的事 段泽涛呵呵笑道 当然是真的 如果有一天你们发现我说了假话 你们再来赌地位的大门就是了 地位大门又不会跑 工人们都大笑起来 彭雪飞又在人群中唱起了反调 当官都说话不可不 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段泽涛早已留了心 一下子发现了赌在人群中的彭雪飞 指着他冷笑道 我认识你 你就是那个被我停了职的制药厂的厂长吧 制药厂之所以会有今天这种困难的局面啊 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工人们饭都吃不饱 你却在用工人们的血汗钱大吃大喝 你的大肚子里装的是什么 那都是工人们的血汗 现在去跳出来阻碍企业改制 你的居心何在 工人兄弟们 你们是愿意相信这样的人 还是相信我 工人们一下子被段泽涛点醒了 想起彭雪飞平日里的所作所为 望着他的眼里直喷火 急声震鼻高呼的 段泽涛 我们相信你 打倒用公款大吃大喝的贪官 有几个冲动一点的年轻工人 甚至动起了手 把彭雪飞给揍了个半死 段泽涛举起双手 大声高呼他 工人兄弟们 既然你们相信我 那么就听我说 像这种人 我会在纪委对他立案调查 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现在请大家先回去 选出职工代表来 配合政府完成你们的企业改制工作 我保证 每个人都会得到新的工作岗位 不能上任工作的 也会有妥善的安置方案 工人们都慢慢散去了 一场危机 终于在段泽涛的冷静 机智的应付下化解了 胡铁龙 方东明 扎西刺弹和丹巴结布 赶紧冲了过来 丹巴结布派着胸口探服他 段泽涛严 刚才实在太惊险了 我都替您捏了一把汗 段泽涛和和和笑道 这有什么惊险的 工人们又不是我们的敌人 你把道理和他们说清楚了 他们自然会理解和支持你的 警察同志们也都辛苦了 你带着他们赶紧撤吧 希望你永远记住 警察的枪永远是来保护人民的 永远不要将枪口对准人民 丹巴结布红着脸 连连点头称诗 此时在地尾大楼 等着看热闹的陆尘峰 透过玻璃目睹了这一幕 狠狠把自己手里的茶威摔在地上 沮丧的自语说道 这都挣不倒你 段泽涛 你莫非真的是我命里的克星吗 取得了工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和汤臣集团的谈判 也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亲属正式投资合作协议的时候 省委书记蒋石前 亲自从拉萨姆赶到了阿克扎市 出席签运仪式 汤臣集团的董事会主席 汤品如也专门从香港飞了过来 这是阿克扎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天 到处红旗招展 董西省的省级媒体蜂拥而至 争相报道这一盛事 也有些消息灵通的香港媒体赶了过来 其中就有段泽涛的老熟人 香港东方新报的记者杜子明 他自从报道段泽涛后 事业就一帆风顺 如今已是报社的执行副总编 当得知此次汤臣集团 在藏西的投资大动作背后的推手 正是断泽涛时 他敏感地意识到 这又是一个大新闻 自然要亲自出马 身为阿克扎地区一把手的陆尘峰 此时心里却像吞了一颗 没有成熟的酸草 说不出他难受 省委书记蒋石前 除了刚下车时 和他轻飘飘地捂了一下手 就再也没有正眼瞧过他 倒是对段泽涛表现得很亲热 而汤臣集团董事会主席汤品如 在和省委书记蒋石前交谈时 也是闭口开口地提段泽涛 对他这个一把手却是只字未提 让他对段泽涛越发记恨了 上位第145集 蒋石前通过这次和段泽涛近距离接触 对这个年轻十个有冲劲 有想法的年轻人 音响大为好转 临走时 用力拍了拍段泽涛的肩膀说道 德道 你很不错 我们葬西也就需要你这样敢想敢闯的优秀干部啊 好好干 我会为你排除外界的干扰的 段泽涛没有听懂蒋石前最后那句话的意思 蒋石前其实是想去做江子龙的工作 让他放过段泽涛 不过就算段泽涛听懂了 也不会领这份情 他和江子龙的仇怨是不死不休的 送走蒋石前和汤品如的车队 段泽涛转头就看到路边停了一辆白色的宝马X5 李维和李志正站在车旁含笑看着他 他连忙跑了过去 惊喜地说道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去接你们呢 我们到了好久了 正好看到我们的涛哥风光无比的大场面 哪里好打交你啊 我和姑姑一路自驾游过来的 藏西真是太美了 怪不得你一点也不想我 连电话都不打一个 李梅俏皮地眨眨眼睛 娇沉道 段泽涛尴尬地挠挠头 夸张地大声喊冤道 哎呦 我真比豆鹅还远啊 你也看到了 我都忙成什么样了 大不了这次你来了 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好好陪你玩几天 总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看你态度不错 就原来你吧 李梅故意板着脸 做出生气的样子 可是根本绷不住 一下子又笑了起来 李志在一旁 看两人亲亲吾吾的小儿女 谈 也不禁王尔笑了起来 你们俩要肉麻 晚上肉麻去 我可是带着投资肉来的 相信小涛这次 也不会让我失望吧 李梅俏脸一红 不一地说道 小姑 你说什么呢 一说到正事 段泽涛就收起了嬉皮笑脸 兴奋地说道 李总 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圣泉离这里不远 我这就带你们去 李志这些年 虽然在事业上极为成功 但在感情上 却因为早年那段的初恋 一直没有释怀 长期处于郁郁寡欢的状态 这次听段泽涛 把圣泉说得神乎其身 心中却是有些不信 但当他亲口喝了一口 圣泉水下肚 只觉得 玉鞋在心中多年的快乐 竟然在一瞬间 烟消云散了 李志情目自尽地扶下身去 亲吻着脚下这块神秘的土地 正是在这块神秘的土地 才能愿意出这神奇的圣权 在这一刻 李志仿佛找到了 自己生命的根源 他已经决定 要投入自己全部的精力 来开发这神奇的圣权 让世人都能分享 得到这神奇的圣权 过了许久 李志才从地上站起来 激动地说道 小刀 谢谢你让我找到了自己的根 这个项目 我亲自参与运作 动用惠人集团所有的资源 我要将圣权打造成全国 不 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高端矿泉水品牌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圣权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品尝到 这人间的甘露 李志当晚就坐飞机 飞回了惠人公司总部 他要组织一个庞大的团队 对圣权的开发 进行论证 毕竟这么重大的一个项目 不可能仅凭一时的冲动 就贸然决定 需要对水质进行反复的分析化验 还需要对储水量进行勘测 以及如何保护原油水源 在开发过程中不被破坏 这些都需要做大量详实细致的工作 估计这段时间他有的忙 断走他把手头的事都交给了格莱都吉和扎西斯坦助理 自己带着李梅 准备好好游览一下阿克扎 美丽的自然风光 以弥补一下自己常年不能陪伴在李梅身边的愧疚 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摄影家说过 在藏西你无论从哪个角度随便按下快门 就是一幅绝美的风景画 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你很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再找到一个像藏西那样 美得如此纯净 极瑰丽 雄伟 神秘 于一身 让你一见就魂牵梦绕 再也忘不了的地方 天空就像一块纯净的没有任何杂质的蓝宝石 白云在天上变换了各种形态 远处是白雪矮矮的雪山 骑着马儿在这一眼望不到头的原野上奔驰 怎么不叫人心狂深夜 李梅还是第一次来到藏西 兴奋地大呼小叫 骑着马儿一路狂奔 段嫂涛则在后面提心吊胆地紧跟着 藏西的天气 风云变幻极快 刚才还是晴空万里 转眼间 天空突然响起了一声惊雷 紧接着 黄豆大的雨点就倾盆而下 李梅的马儿受了惊 发狂地在原野上乱蹦乱跳起来 李梅的马术是在江南省城那抛马场学的 如何能应付如此惊险的情况 惊叫一声 眼看就要被失控的马儿从背上给摔下来 幸好 前世段泽涛极爱骑马 马术十分娴熟 健壮也是大吃了一惊 双腿用力一脚马腹 跃马上前 舒缠双臂 闲闲的 将就要摔落在地的李梅接着 带到自己乘坐的马背上 运气还不算太坏 段泽涛在山脚下 发现了一个可以避雨的山洞 他连忙下了马 将李梅横抱在胸前 快步地走进了山洞 山洞并不大 却收拾得很干净 里面还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物品 显然是经常有藏民在这里避雨留下的 段泽涛检查了一下随身的物品 全部被雨水打湿了 连手机也进了水 暂时无法使用了 而李梅背的背包也在路上遗失了 幸好在山洞内 有藏民留下的打火石和取暖用的干牛粪和干草 甚至连野用水和牛肉干也有准备 段泽涛松了一口气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赶紧收集干牛粪和干草 燃起了一堆篝火 李梅此时在一旁抱紧段泽涛 披在他身上的大衣色色发抖 嘴唇已经动得发紫 段泽涛点人篝火 转头对李梅喊到 小妹 你快把身上的石衣服脱下来 放到火边烤干 穿在身上难受不说 要是感冒了就麻烦了 这雨下得这么大 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应该没有人回来的 我就找些石头把洞口挡一下 防着野树闯进来 说着转身向洞口走去 脱衣服啊 李梅大吃了一惊 虽然李梅和段泽涛早有几夫之惊 但在这荒郊野外的山洞里脱光衣服 李梅心中还是涌起了一股难言的羞涩 犹豫半天之后 李梅还是将自己的衣服缓缓脱了下来 翘脸变得飞红 将衣服伸开缓缓地靠近火堆 此时的她宛如雨后的芙蓉花 头发还是湿漉漉的 娇羞之下 越发现得美艳不可放 明亮的眼睛水汪汪地望了远处的段泽涛 看着到伟岸的身躯 心中涌动了一股踏实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连着简陋的山洞 也仿佛变成了美丽的天堂 洞口已经用石头封死了 应该很安全 不知过了多久 篝火的火焰越来越小 摇晃了几下终于熄灭了 顿色涛被吸来的寒意给动醒 感觉怀里的李梅焦去如火烧般滚烫 身体瑟瑟地发抖着 嘴里无意识地呢喃着 他 抱紧我 我冷 我好了 糟了 李梅发烧了 段泽涛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自己真是个魂球 这种时候还不知道及时自己 赶紧把李梅摇醒过来 把已经烤干的衣服给李梅穿上 又取了一些清水给李梅喝了几口 他这才感觉舒服了些 但仍然觉得脑袋昏沉沉的 这些都是感冒了的预兆 这个山洞不能再带下去了 必须找个有人居住的地方 让李梅服下感冒药 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 如果真的转化成废弃中 那段泽涛就追回莫及了 不过这地方既然有藏民躲雨的山洞 那离人群居住的地方应该不会太远 幸好此时外面的大雨已经停了 只是天色也暗了下来 如果不能在天黑前找到人居住的地方 麻烦就大了 段泽涛赶紧扶着李梅走出山洞 但马儿倒也通灵 并没有走远 就在山洞附近悠闲地吃着野草 段泽涛把李梅扶上马背 来时因为慌不择路 完全没有注意方向 此时段泽涛才悲剧地发现 自己迷路了 他只好凭着大事的记忆 向前摸索着 心里暗暗地祈祷着 希望好运节能再次眷顾自己 不过这一次老天爷 显然没有听到段泽涛的祈祷 走了好远 眼前天色越来越暗 眼前的景物也已经变得朦朦胧胧起来 还是没有见到任何的人员 甚至连一个会动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突然 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狼嚎 段泽涛身子一头 这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 可偏生怕什么 来什么 段泽涛只觉 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糟了 他很早就听说过一句俗话 凝欲猛虎 墨语群狼 在荒原上 最可怕的动物就是草原狼 因为它们一出现 就是一群 就算是凶猛的猛虎 在荒原上遇到了群狼 也只有落荒而逃的份 胯下的马儿仿佛也感受到了这极度的危险 不安地用马蹄焦躁地刨着脚下的草地 段泽涛赶紧掉转马头 向相反的方向套去 突然 马儿狂嘶一声 人力起来 再也不肯向前 段泽涛这才发现 前方出现了一双双发着绿光的眼睛 自己已经被狼群包围了 怀里的李梅已经失去了意识 额头如一块烧红的烙铁 烫得吓人 四周又是凶恶的群狼 正紧逼过来 段泽涛第一次感觉到了绝望 难道说自己真的要丧命于此吗 眼间狼群越逼越近 段泽涛甚至已经可以看见 他们那白森森的历史上闪烁的寒光 段泽涛将李梅从马尾上抱了下来 从怀中取出了胡铁龙 给自己特制用来防身的几把飞刀 这是他唯一的武器了 段泽涛在马儿的脖子上 抚摸了几下 悲声道 马儿 你自己去逃命吧 是我将你带入这险境 如今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那马儿仿佛听懂了她的话 不舍得望了她一眼 长嘶一声 奋力向鞋子里跑去 这时 狼群也动了 只见几道灰色的闪电 向马儿突了过去 高大的马儿 很快倒在了雪铺中 被咬得血肉模糊了 段泽涛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看来自己注定要命赏狼妇了 不过不到最后一刻 她是不会放弃的 想到这里 她猛地睁开眼睛 眼中闪烁着决然而天平目光 李梅此时仍然昏迷不醒 或许这是一种幸福吧 她在昏迷的李梅滚烫在脸颊上 牵了一下 小心翼翼地将她平放在草地上 一手拿着一把飞刀 摆好了架势 打好一声 搞日子 冲过来吧 就在这时 段泽她身后的草坡后 突然冲出一道黑色的闪电 一下子拦在了围不来的狼群面前 发出了一声 低沉而又穿透力的吼叫 声调虽然不高 但却有一股射人魂魄的气势 连周围的草地都在颤抖 而狼群也被这股气势所震撼 极极的停住了脚步 这是一头将近一米五高 长进两米的巨型藏毛 脖子上围着红色的项圈 说明这是一头敖王 它全身的毛黑得发亮 唯独脚上跟眼部的毛是金色的 尤其眼部上方两撮铜钱大小的金毛 金黄中又带着一点红 看起来就像四只眼睛一样 阅发使它看起来威风凛凛 气势害人 正是藏毛中品相最好的铁包巾 这只鹅王头颅宽大 头顶呈拱形 头顶后部和脖子周围的鬃毛根根直立 鬃毛长度长约有二十公分左右 尾部如菊花状打开 端得如一位披挂上阵的将军 威风凛凛 加上体型巨大 看上去就像雄狮一样威武 而他眼中那种辟逆天下的气势 更是比之雄狮有过之而无不及 藏毛所有犬中之王的美誉 属于大型护卫犬中 具有王者的霸气 和对主人极其忠诚的兵性 华夏古代就有九犬成一翱 和一翱犬第三翱的说法 所以狼群将了这头翱翱 都吓得不敢再靠近 呜呜地低轿着在四周徘徊不前 嗷一声 突然狼群中又传来一声凄厉的狼嚎 狼群纷纷向两边散开 一头体型分外高大的巨狼 缓缓走了过来 这头巨狼身高足有三尺 比周围的狼群整整高了近半尺 浑身毛皮油光发亮 尤其他的眼睛十分可怕 眼眶是白色的 有一只眼睛瞎了 显然是在某次激烈战斗的结果 剩下的那只独眼 闪烁着凶残而狡猾的汗光 死的人毛骨悚然 这让他显得越发猙獰可怕 从狼群对他敬畏的表现来看 这是一头狼王 坏了 断走到心里又是一惊 如果仅是群狼还好 如果出现了狼王 说明这群狼是有组织的 狼王都是在狼群内部争斗中产生的 不仅武力纸十分凶悍 还拥有一定的智力 尤其难以对付 这头敖王终究是单枪匹马 他能对付得了 有狼王带领的狼群吗 段泽涛不禁有些担忧起来 那头敖王却没有感到畏惧 反而有些兴奋起来 冲着那狼王低吼几声 摆了摆头 仿佛在嘲笑那狼王那胆小 那狼王显然被激怒了 嗷嗷嗷连叫两声 立刻有几头草原狼 分几个方向 向敖王扑了过来 显然这狼王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 自己不动手 却让手下先来试探 如果说狼群是一群凶狠的打手 那敖王就是一个 见血风猴的剑口 他根本不理会群狼的私咬 而是快如闪电般的 一口咬住草原狼的咽喉 然后就像是甩玩具一般 就把口中草原狼的喉不咬穿 随口丢在地上一击毙命 不一会儿他身边就多了几头草原狼的尸体 而他身上已多了几道伤口 鲜血把周围的毛发都染红了 那敖王却不理会身上的伤口 得意地抖了抖身上的毛发 高傲地昂起了头 怒吼两声 眼中竟然仿佛闪过不屑的光芒 那狼王更加恼怒了 嚎叫声变得更加凌厉 立刻又有更多的草原狼扑了上去 而狼王也跟着动了 藏在狼群的背后 死机准备偷袭 战况变得更加激烈了 堆积在敖王身边的草原狼尸体 越来越多 而敖王身上也是伤痕累累 犹光整齐的毛发变得凌乱 有几处甚至露出了皮肉 虚肉模糊 伤得最重的右后置的一个伤口 正是那狼王偷袭的杰作 那敖王已经有些战力不稳 一瘸一拐的 不过他始终都是高昂着头 显得是那么的傲慢和不可一世 浮古与狼群搏斗着 一旁的断则刀看不下去了 刷刷甩出两柄飞刀 义柄正中了一头草原狼的咽喉 当场毕命 义柄是射向那狼王的 却被那狡猾的狼王闪了一下 不过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血口 而这时的草原狼和敖王 却同时停止了搏斗 急急看下了断则头 目露凶广 那敖王还朝断则头低吼了两声 显然对断则头的帮手并不敛轻 断则头抱憾不已 我是在帮你的 你还对我起火 真是狗腰履动病 不少人心 其实断则头不知道 藏敖尤其是敖王 是十分高的动物 他们战斗的时候 就好像武林高手和人对决 是不喜欢旁人插手的 那狼王将敖王有了帮手 而自己的手下也伤亡惨重 就嚎叫了几声 带着手下狼群退了回去 却并没有撤走 而是换了一种一长一短的嚎叫声 似乎是在召集其他的狼群前来支援 端左套心里更加着急了 但狼群仍然虎视眈眈的包围着他们 带步的马儿又被狼群咬死了 想逃走也不太可能 如今只能看这头勇猛的敖王 能不能挺得住了 他见到敖王受伤的后腿 还在流血不止 就想帮他包扎一下 连忙从自己身上的衣服上 撕下一根布条 小心翼翼的向那敖王走去 其实 段泽涛这个动作是十分危险的 纯种脏傲除了自己的主人 陌生人根本不能靠近 否则就会被他视为攻击的对象 果然 那头敖王将段泽涛扫近 立刻发出一声警告的嘀吼 浑身的毛也竖了起来 两只眼睛放射出凶光 死死的盯住段泽涛 锋利的爪子已经开始抓地 一副坐视欲扑的样子 我是来帮你的 别怕 段泽涛伸出左手 矮下身子 柔声安抚那敖王道 突然 那敖王的眼睛盯在段泽涛 左手腕佩戴的那串 班禅大师送的天珠上 定人像是听懂了段泽涛所说的话似的 舒节的臂毛也倒伏下去 眼中露出了温顺的目光 收起了立场 呜呜地低明两声 乖巧地趴在地上吐出了舌头 尾巴直腰 仿佛是在讨好段泽涛一样 段泽涛心中大气 班禅大师送的这串天珠果然神奇 居然能让凶猛如斯的敖王降服 当真能为自己消灾去恶 看来 这次倒也未必就全然无救了 此时也顾不得想那么多 连忙走过去 查看那敖王后腿的伤口 那敖王居然十分配合地抬起后肢 任由段泽涛查看 他的伤口虽然许重模糊 看起来十分恐怖 但并未伤及筋骨 只要把伤口包扎住 止住血 应该问题不大 段泽涛用布条 将敖王的伤口包裹好 又在他毛茸茸的头上 轻抚了几下 那敖王仿佛很享受地 晃晃大头 居然伸出舌头 去舔段泽涛的手 口水大大的 舔得段泽涛心惊胆战 和李梅他们舔自己时 感受完全不是一种感觉 连忙站起身来 准备去看李梅醒了没有 一抬腿 却感到一股距离传来 回头一看 就是裤腿被那敖王咬住了 并且还歪着头 用力拉扯着 显然是要段泽涛跟他走 段泽涛弯下腰 在敖王那毛发蓬松的大头上 又揉搓了几下 指指不远处昏迷的李梅说道 你先松开 我抱上他 就跟你走 那敖王十分通灵地松开了口 却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段泽涛 段泽涛抱起李梅说道 走吧 你带路 那敖犬摇晃着脑袋向草婆后走去 而那狼群见段泽涛他们要走 又违逼了过来 却不靠近 只是远远地牵势着 显然还在等待援军 段泽涛跟着敖王来到草窝后 一个隐蔽的草丛中 一下子傻眼了 就见到草丛里 躺着一条巨大雪白的母藏凹 肚子胀的老大 正发出痛苦的低名 看来是难产了 藏凹缠子时是最不能打扰的 怪不得刚才那敖王会突然冲出来 帮段泽涛和那全郎搏斗 那敖王走到母雪凹身旁 伸出舌头 在他身上舔了舔 眼中满是艾琳之色 又转头看向段泽涛 眼里水汪汪的 仿佛在恳求段泽涛出手帮忙 段泽涛也被这动物间 纯洁的感情所感动 眼圈有些湿润了 心里却犯了难 自己又不是手艺 想帮忙也帮不上啊 那敖王见段泽涛仍站立不动 又走过来摇扯他的裤脚 段泽涛没有办法 只得将李梅小心地放到一旁 赶鸭子上架去试上一身 他记得前世看过一本书上说 孕妇难产时 在他的小腹部反复向下推拿 有帮助 只不过脏鸭是不是也一样了 此时他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他和胡铁龙学功夫 也会一点气功 就运足丹田之气 在母脏鸭的腹部反复推拿起来 还真别说 段泽涛这一误打误撞 还真有了效果 那雪鸭母犬明显表情没那么痛苦了 那敖王兴奋地用爪子在地上刨动着 故时还警惕地向周围 围避的狼犬吼上几声 警告他们不要过来 否则就不客气了 过了一会儿 就见雪鸭母犬的产道口 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幼熬犬头 那雪鸭母犬又痛苦地低吼起来 段泽涛大喜过往 加油 就快好了 一边用左手在雪鸭母犬腹部加速推动 一边用右手拖住已经露出来的幼犬头部 轻轻地向外拖转 待幼熬犬的身体露出大半 就停止了推拿 该用双手拖住幼熬犬的身体往外拖转 终于一只比一般幼熬犬要大一半的幼熬犬 顺利地产下来了 段泽涛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此时幼熬犬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 那雪鸭母犬不顾身体的剧痛 转过头来用舌头将幼熬犬身上的体液和血液填得干干净净 刚出生的幼熬犬十分可爱 段泽涛内心涌过一阵暖力 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 在幼熬犬湿漉漉的身体上轻轻抚摸了几下 又伸出食指轻轻逗弄幼熬犬粉嫩的嘴唇 幼熬犬无意识地寒度段泽涛的指头 当成母亲的奶嘴吸吮起来 酥痒无比 都得段泽涛开怀大笑起来 连忙将幼熬犬送到那雪熬母犬的奶头下 让它瞬息母熬犬的奶头 那母熬犬也显然认可了段泽涛这个鸡身功 喂完奶居然又用柔软的鼻子 将了幼熬犬向段泽涛拱了拱 示意它抱起来 段泽涛到小心翼翼的将幼熬犬突击 又抱到了敖王身边 让它伸出舌头舔了舔幼熬犬 敖王兴奋地在原地来回走着 一人两犬都沉浸在这新生命将士的兴奋中 浑然忘了就在他们不远处 狼群忽视眈眈的危险 此时远处又有绿色的光点 快速地移动过来 却是狼犬的援军到了 当狼王兴奋地尝好起来 段泽涛这才从幼熬诞生的兴奋中行传过来 当凹王全身的毛发重新梳理起来 眼中的目光更加凌厉 死死守在雪傲母犬和段泽涛身边 他要用生命来守护自己的伴侣和后代 段泽涛赶紧把幼熬犬放回雪傲母犬的腹下 又把李梅也小心地搬到身后 他只剩两把肥刀 就持刀在手又从旁边找了一些鹅卵石放在前面 当作投掷的武器 而雪傲母犬以强人产后的疼痛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将幼熬犬挡在身下 摆出誓死捍卫幼熬犬宝宝的架势 这时那狼王发出一声凄厉的长狼 全狼发动了总攻 这一次扑上来的总共有二十几头草原狼 熬王拦中了十几头 还有七八只就向段泽涛这边扑了过来 段泽涛这些年跟着胡铁龙练武功 也不是白练的 手中鹅卵石齐发 啪啪啪啪啪 立刻就有四头草原狼被打翻在地 剩余的四头扑到了段泽涛身旁 被他一脚踢翻一只 左右手一翻飞刀 各自刺入一头狼的颈部 但他的腰部却被剩下的那头草原狼给抓了一道大大的血口 鲜血把衣服都染红了 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回头一脚又把那头草原狼也踹翻在地 而熬王那边的战况则还要惨烈得多 只见熬王身上大块大块的血肉连着毛皮 被草原狼们用尖爪或力尺给撕了下来 鲜血直流 熬王却浑然不顾 几乎是一咬一个 身边横七朔八地躺满了草原狼的尸体 他的力爪也没有陷着 有好几头草原狼的眼珠都被他抓烂了 狡猾的狼王很快发现 熬王很在意身后的血熬母犬和幼傲犬 而段泽涛则不时回头关注着身边昏迷不醒的李梅 这正是防守不弱的地方 于是他改变了战术 派出了三路草原狼 两路缠住了熬王和段泽涛 一路则绕到后面 向血熬母犬和昏迷不醒的李梅扑去 血熬母犬拼力护住腹下的幼傲犬 和扑过来的几头草原狼展开了步斗 血熬母犬虽然也是以凶猛著称的藏狼品种 但终究是城后虚弱 在几头草原狼猛扑之下 很快就有些不提 血白的胃毛也被鲜血染红了 而此时那熬王和段泽涛 又被一群草原狼死死的缠住 根本分不开身 眼见一头草原狼突破了血熬母犬的阻拦 像昏迷不醒全无知觉的李梅扑了过去 段泽涛只觉鸭子剧烈 怒吼连连撞入蜂窝 将手中锋利的小刀捂得跟风车一样 奋力想冲破狼群的围堵去救李梅 却只是在身上多增加了几道伤口 根本冲不过去 而那熬王也察觉到了血熬母犬那边的形状 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嘶吼 越发到永不可挡 但终是寡不提众 险相还生 千军一发之心 砰的一声 突然传了一声枪枪 那头扑向李梅的草原狼 硬生倒地 几个手持猎枪高掘火把的藏族牧民 出现在了事业里 前头还有几头壮硕的藏壳 如闪电般飞奔而来 那狼王见识不妙 长嚎一声 带着残余的十几艘草原狼 飞顿而去 很快消失在一幕当中 见来了援军 断则到这才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从狼群的口中 捡回了一条命 这时才察觉 身体传来的阵阵剧痛和突立感 一屁股坐在草地上 大口地喘着气 吃骨 吃骨 领头的一个头上戴羊羔皮帽子 身穿传统藏族服饰的精壮中年藏族汉子 朝着那敖王激动的大喊道 那敖王完生摇摇晃晃 一拳一拐地向那中年藏族汉子迎了上去 嘴里发出呜呜的低鸣 十分轻易地伸出舌头去舔他的手掌 显然那中年藏族汉子正是这敖王的主人 那中年藏族汉子 那中年藏族汉子 见到伤痕累累的吃骨 心疼得不得了 眼圈一下子红了 弯下腰轻轻抚摸着他那被鲜血染红的臂毛 疏然泪下 其他几名藏族牧民 见到现场航七竖八躺满了浪室 也不由被现场的惨烈惊呆了 用好奇而又敬佩的眼光 打量着看起来并不十分强壮的段泽涛 而那几只敖犬 见了赤骨就不敢靠近前来 显然对他十分敬畏 上位第147集 这时赤骨摇扯着那中年藏族汉子的裤腿 向段泽涛走来 走到一半 又跑过来咬着段泽涛的裤脚 向那中年藏族汉子的方向拉扯 竟像要介绍两人认识一半 那中年藏族汉子大气 要知道 敖王赤骨十分高傲 一般只认他这个主人 更比说他是陌生人 就是他的家人也不能靠近 而部落里的其他藏鸥 也是对他十分敬畏 只敢远远的仰视 根本不敢走近 如今却对一个陌生的汉族青年男子 如此轻易 如何不让他惊奇万分 对于藏民而言 一只纯种藏鸥 在他们的家里 不亚于家中这样成员的地位 更不用说是一只敖王了 如今赤骨对段泽涛如此轻易 自然就获得了藏民的认同 更何况 藏民虽是崇拜殃勇的汉子 之前段泽涛和敖王 一起勇斗群狼的情景 他们也看到了 心中对段泽涛也就充满了敬意 那中年藏族汉子走到距离段泽涛 还有五六米远的地方 就停了下脚步 伸出右手 把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 上身向前弯下腰去 拿在手里的帽子 几乎垂到了地面 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道 尊贵的客人 大草原上的格桑错谋 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欢迎 段泽涛在阿卡扎也待了好几个月了 对于藏族的一些基本礼仪 也有一定的了解 知道刚才那中年藏族汉子行的礼节 是藏民们对于最为尊贵的客人 或者是面对长辈才行的礼 当下不堪怠慢 连忙上前一步 鞠躬还了一礼 用学的还不太熟练的藏语回道 谢谢你们救了我 打扰了草原上的勇士 格桑错谋间断泽涛 汇出藏语又是大吃了一惊 正要询问他是从哪里来 突然见到一旁的雪傲犬 和他脚下的幼傲犬 惊呼一声 又是一只赤骨 喜悦之情一于言表 原来一般母傲产子会有三到四只幼傲犬 如果只产一只 则长大后必成傲王 而且这只幼傲犬体型比一般的幼傲犬大一半还不止 长大以后则必是王中之王 寻常葬家要是得一只纯种葬傲也是相当不容易 而敖王则是万中无一了 至于王中之王 则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稀释之真了 如何不让格桑错谋欣喜若狂 格桑错谋向段泽涛告了一声罪 快步向那雪敖母犬走去 想抱起他腹下的幼犬 仔细看看 谁知那雪敖母犬却对他呲牙裂齿 目露凶广 不许他靠近那幼傲犬 格桑错谋莫名其妙 不知是怎么回事 却见那雪敖母犬轻轻叼起那幼傲犬 放到段泽涛手里 显然他认准了段泽涛这个接生功 段泽涛有些哭笑不得 只得抱起那只幼傲犬向李梅走去 想看看他怎么样了 格桑错谋心里一肚子疑问 但这里却不是说话的地方 想着等回到部落 再向段泽涛询问 就跟着段泽涛一起过去查看李梅的病情 见李梅双甲火红 大惊失色道 这位姑娘有什么样危险 段泽涛也是大惊失色 急道 那该怎么办 格桑错谋皱着眉头说道 你也不要着急 他这是受了风寒发烧 如果不能把体温降下来 就会很危险 不过 我家里有祖传的秘方藏药 专指高原上的伤风感冒 他喝下去 睡一晚 如果醒了就没事了 其实格桑错谋还有后半句没有说 如果没醒 那就神仙难救了 此时段泽涛已是心乱如麻 也就顾不得细想格桑错谋话里的意思 连忙说道 那我们赶紧去你们的部落住地吧 刚才因为怕惊扰狼群 格桑错谋他们把马匹都藏在了前面的草坡后 此时就有同来的藏族牧民牵来了马匹 格桑错谋留下两个牧民 喝起头藏熬 看守狼师 等一下好回部落叫人来拉回部落 这么多狼师对于他们部落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狼肉可以吃 狼皮可以做成皮大衣脉 所以回去的路上 牧民们都是面带喜色 只有段泽涛因为心系里眉的病情 愁容满面 格桑错谋他们的部落 住地并不远 走了一会儿就看到前方灯火点点 出现了一大片帐篷 这是一个由五十多户牧民组成 至今保留着游牧传统的牧民聚集地 足足一百多顶帐篷 使得这里变得像个小村庄一般 这时赤骨突然发出了一声 充满狂野霸气的吼叫 声音并不是很高 但却极有穿透力 随着他的吼叫 狗叫声逐渐多了起来 从四面八方响起 向着赤骨聚集而来 短短几分钟时间 数十只体格高大的丧牧 在帐篷区入口排列成两列不是很长齐的队列 仿佛是群臣在欢迎自己的国王凯旋而归 赤骨抖了头毛发 得意洋洋 一拳一拐地向助力走去 瓦解的样子 让心有愁绪的段泽涛也有些染军不住 阿玛拉 阿巴拉回来了 还有赤骨也回来了 这时 从帐篷里跑出一个十分美丽的藏族姑娘 她像一头灵巧的藏灵羊一样 欢快地跑了过来 头发结成了小片在脑后一甩一甩地显得十分青春靓铃 突然 她发现了人群中的段泽涛 见到有陌生人 她停住了脚步 好奇地打量着这个英俊的汉族小伙 翘脸一红 转身又跑进了帐篷 接着帐篷里又出来一位三十几岁的中年藏族妇女 手里捧着一条洁白的哈达 看样子正是格桑错谋的妻子 她走到段泽涛身边 双手托起哈达 行礼道 扎西德勒 对于这些草原上的牧民来说 净险哈达就是将对方当作最尊重的客人了 段泽涛赶紧弯腰低头 让她把哈达围在自己脖子上 还礼道 扎西德勒 进了帐篷 段泽涛也顾不得和格桑错谋他们寒暄 联邦请格桑错谋拿出祖传的藏药来 给李梅治病 格桑错谋让段泽涛将李梅放到他女儿 啄马古丽 也就是刚才那位美丽的藏族姑娘的床榻上躺好 从一个皮囊中 倒出一些黑色的小蜜丸 给李梅扶下 又让妻子打了一盆水来 用毛巾沾了水 敷在李梅滚烫的额头上 这葬药果然神奇 不一会儿 李梅的额头就没那么滚烫了 脸颊也没有红的那么可怕了 呼吸渐渐的平稳起来 格桑错谋长舒了一口气 他一直在一旁紧张守着的段泽涛说道 喜马拉雅神保佑这位姑娘没事了 现在是要我的自然反应 睡一觉就会想过来了 段泽涛派恶称性的 太感谢你们了 如果不是遇到你们 如果他有什么意外 那我这辈子也不会安乐了 格桑错谋摆摆摆手 豪爽的哈哈大笑道 你是尺无选中的朋友 就是我们部落最尊贵的客人 我们自当全力拯救你的朋友 格桑错谋又邀请段泽涛 走到外间的帐篷里喝茶 段泽涛这才发现 这个帐篷从外面看似乎显得并不是很大 但是进来以后 帐篷内的空间却是很宽敞 里面隔出了两个小的房间 是格桑错母夫妇和女儿 琢磨鼓励的巫师 外景则相当于可听 帐篷中间还点了一个炉灶 使得帐篷里充满了暖意 招待客人的地方很宽敞 就算十几个人围坐在里面 也一点都不显得拥挤 帐篷里的陈设很简单 看得出牧民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富裕 不过却收拾得很干净 显然这家的女主人十分的勤快 这时 去托狼狮的牧民也回来了 总共有二十几图狼狮 算是大丰收了 格桑错母高兴地对旁边一个年轻的藏族小伙说道 结果你去通知部落里的所有人 杀几图牛羊 芭蕉藏的青壳美酒都拿出来 我们要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 招待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让姑娘们都把美丽的衣服穿起来 一定要让我们尊贵的客人感受到大草原的热情 再把我们部落的长老们请来陪客人喝茶 那年轻藏族小伙兴高采烈地出去了 随后就听见他的吆喝声 整个藏族部落驻地马上变得热闹了起来 接着几位满脸皱纹的藏族老人走了进来 纷纷和段泽涛见礼 段泽涛手忙脚乱的环礼 格桑错母一一为段泽涛做了介绍 这几位老人都是这个部落里的年纪最长者 年纪最大的一位老者已经有八十岁了 在部落里十分受尊重 这时 秦冠的女主人已经准备好了酥油茶和簪巴 拿出几个香尘淫滨的小木碗 一一摆在众人面前 等炉灶上的水开了之后 提起酥油茶壶摇晃了几下 给众人蒸上了茶 竹马鼓励就是也走了出来 红着脸依偎在格桑错母身边 美目不时好奇地向短泽涛飘了过来 酥油茶是藏族的必备饮品 也是藏族人待客的必备 喝酥油茶有一套专门的理解 刚倒下的酥油茶 客人不马上喝 先和主人聊天 等女主人再次提过酥油茶壶站到客人跟前时 客人便可以端起碗来 先在酥油茶碗里轻轻地吹一圈 将浮在茶上的油花吹开 然后加上一口并赞美道 这酥油茶打得真好 油和茶分都分不开 而且不可一次喝完 碗里要留点飘油花的茶底 这样才符合藏族的习惯和礼貌 段泽涛来阿克扎这么久 这些礼节还是懂的 格桑错木等人看向他的目光就更加和善了 格桑错木心中早已藏了一肚子疑问 主动问起段泽涛遭遇狼群的经过 段泽涛跑去山洞那一段 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 这种人都被他讲述的经浅故事给震撼了 不由为眼前这个年轻人的镇定和勇敢而动容 琢磨鼓励看向段泽涛的目光中 除了好奇又多了些其他难以言表的内容 格桑错木仍有些疑惑 不解说道 我家的持骨除了我谁都不能靠近 为什么他却对你如此亲密呢 段泽涛也疑惑低头摇了摇说道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大概是我和他有缘吧 说着伸手端起面前的所有茶又喝了一口 这时那位年纪最大的藏族老人 一眼就看到了他手上的天珠 大惊失色 颤声说道 尊贵的个人 你手上的天珠能让我看一下吗 段泽涛不好拒绝 只得退下手中的天珠交给那位藏族老人 果然那藏族老人见到天珠隐秘处的藏族文字 激动得浑身颤抖 连忙招呼众人向段泽涛行五体投地大礼 段泽涛似乎拦不住 按想这天珠实在太惊蛇害俗了 以后还是贴身陪他 不能外露 否则每到一处就会有人向他行五体投地大礼 就麻烦了 口僧错目 得知段泽涛身份如此尊重 心中也是惊骇不已 不过这也能够解释 为什么高傲的赤骨会对段泽涛如此温顺了 对待段泽涛的态度就更是无比恭敬 唯独年轻的竹马鼓励有些不紧 为什么这个年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英俊汉族小伙 突然变成了班尘活佛的使者 在他的印象里 那些身份高贵的喇嘛都是老头子 虽然在格桑错目的喝止下 他也跟着行了五体投地大礼 但在行礼的时候 却忍不住偷偷地抬头去看段泽涛 正好对上他唇鞋的目光 翘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 行礼完毕 格桑错目主动提出 要将赤骨产下的幼傲犬小赤骨送给段泽涛 段泽涛大行坚决不肯要 他知道 在内里一只纯种的小藏鞋要卖到几百万 而如果是鞋王则要卖到几千万 至于王中之王的赤骨更是无价之宝了 而且脏民们对于藏鞋 是如亲人 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这么尊贵的礼物 他如何能接受啊 格桑错目恭敬地说道 您是活佛的使者 小赤骨是守护神权 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脏鞋十分忠贞 一生只认一个主人 终生不离不弃 如果主人不幸去世 则脏鞋也会不时不眠 追随主人而去 您是小赤骨出生时第一个在他身边的人 您就是他的主人 这也是神的安排 请您不要推辞 段泽涛想想 已觉得这一切真的仿若冥冥中早有定数 也就不再推辞 众人重新坐下来 段泽涛问起牧民们的生活状况 格桑错目叹起说道 不瞒您说 如今我们的生活虽然比解放前大有改善 但仍然比较困难 除了畜牧业几乎没有别的收入 但有时牛羊的销路也不好 如果遇到天灾 连温暴也成问题 段泽涛就皱起了眉头 他虽然不分管农业和畜牧业 但他来藏西的目的 就是要为这里的经济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让这里的老百姓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而且自己也答应了半成活佛 要为藏民们谋福祉 如今阿克扎的工业已经有了棋策 但农业和畜牧业人口 却占了阿克扎人口的绝大多数 如何提高这大部分人的经济收入 是个更大的难题 突然他灵光一闪 心里有了一个主意 上位第148集 段泽涛想起自己前世的那个时空 人们对于藏狼的追捧 到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地步 全国各地的藏狼养殖员 如雨后春笋般冒起 虽然这些养殖员里养殖的藏狼 大多已经不只是纯种藏狼 不知多少代配种了 而事实上 纯种藏狼离开了习惯的高原环境 也很难成活 但不可否认 藏狼养殖业在那个时空 已经形成了一个利润空间巨大的产业 让许多人从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在段泽涛前世的那个时空 据说当时引爆人们追捧藏狼热潮的 是一部叫做藏狼的小说 这部小说后来还被拍成了电视剧和电影 人们因此对藏狼对主人忠贞不二和勇猛无敌 从而喜欢上了藏狼 这种被藏民们称为东方神犬的生命 他们身上集中了草原生命应该具备的最好品质 孤独冷傲 威猛和忠诚 勇敢 献身 以及耐机 耐寒 耐一切牟利 你无法不被他们所感动 而如今段泽涛所遇到的赤骨 就是这一切优秀品质的代表 再加上纯正高贵的血统 段泽涛相信 只要稍作包装推广 就能提前引爆人们追捧藏狼的热潮 从而在阿克扎地区 打造一条藏狼养殖产业链 他甚至还在构想 在阿克扎建一个世界名犬员 吸引全世界的爱权人士 到阿克扎来展示爱权 从而让阿克扎成为全球爱权人士的圣地 不过心中的想法还不完全成熟 所以段泽涛并没有立刻把心中这个计划 向格桑错摸他们说出来 他准备回去好好调查论证一下再说 另外 这个计划也需要强大的财力和人脉资源来支持 还需要寻找一个热爱动物 用于一定影响力的合作伙伴来共同运作 这方面 朱飞扬认身的人多 到时候再问问他 有没有这方面的人选 格桑错摸大哥都准备好了 请客人过去吧 这时 帐篷后后的布连被掀开了 刚才出去准备的那位藏族小伙 走了进来 段泽涛跟随众人出去之后 就在原本住地的中心空地上燃起了一大堆篝火 许多人正忙忙碌碌的走来走去 旁边还传来宰杀牛羊的吆喝声 一群藏狸围在旁边 紧实着扔出来的牛羊肝脏 篝火旁边还搭建起了一个长条的半场着的帐篷 帐篷里面已经摆好了一长串的珠椅 格桑错母等人要让段泽涛做首位 段泽涛坚决不肯 要让那年纪最大的藏族老人做首位 那藏族老人却说 段泽涛是活佛的使者 他如果不做 则所有人都不敢做了 推丧了许久 段泽涛扭不过 只得在首位上坐了 几位藏族老人和格桑错母在一旁陪坐 在长桌旁边还专门准备了一个大盆 里面放满了新鲜现杀的羊肉 那是专门为赤骨准备的 赤骨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人们都不敢靠他太近 曾经有两个部落的年轻小伙 想去逗弄他 结果差点被他咬死 幸好格桑错母及时出现 才制止了惨剧的发生 从那以后 人们就对他敬而远之了 赤骨先摇摇晃晃地 走到段泽涛身边 轻易地用大头唱了赠他 又把那大盆拖到他的身后 这才趴在地上 想用起大盆里鲜美的羊肉来 牧民们见赤骨对段泽涛 如此轻易都大感惊奇 那几个目睹了段泽涛和赤骨 一起大战狼群的藏族牧民 就向一旁不知情的同伴 介绍起当时的情形来 让牧民们不由对段泽涛刮目相看 很快 大盆大盆的烤牛羊肉 就被美丽的藏族姑娘们端上了桌 格桑错母首先站起来说了住酒词 这藏族喝酒也是有很多理解的 段泽涛接过格桑错母递过来的酒杯 然后一手拿杯 另一手的中指伸进杯子 轻站了一下 以拇指和中指朝天一直 意思是敬天神 接下来再来第二下 第三下 分别敬地敬佛 喝酒的时候也很有讲究 段泽涛先喝一小口 一旁的格桑错母马上倒酒 将杯子斟满 段泽涛再喝第二口再斟满 接着喝第三口 然后再斟满 段泽涛这才把酒杯一口喝干了 看到段泽涛如此尊重他们的习俗 藏民们齐声欢呼 藏族汉子们纷纷唱起了住酒歌 来向段泽涛敬酒 而一些年轻的藏族女子 则是走到场地中间跳起舞来 一时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 段泽涛十分享受地吃着美味的烤肉 喝着醇香的青柯美酒 场中 竹马鼓励带着美丽的藏族姑娘们 跳着传统的藏族舞 美目却不时频频向段泽涛飘来 跳到一半 竹马鼓励突然如灵巧的小鹿板跑了过来 拉起段泽涛要他去跳舞 段泽涛一下子愣住了 而格桑错母也皱起了眉头 如果段泽涛仍是单身 他当然很乐意将自己的掌上明珠 竹马鼓励许配给他 但现在段泽涛和他带来的那位姑娘明显关系匪浅 女儿却又明显对段泽涛十分有好看 如何不让他十分纠结 竹马鼓励是母民部落里的一枝花 不少年轻的藏族小伙都对他心生爱慕 拼声竹马鼓励十分高傲 平日对他们爱理不理 此时却主动邀请段泽涛跳舞 段泽涛还不时抬举 推三阻四的 心中十分的不分 一个十分高大健壮的藏族小伙站了起来 走到段泽涛身边 右手俯兄行礼道 尊贵的客人我叫扎西丹布 我听说你勇斗狼群的英勇士气 你既然不愿意跳舞 那么请允许我向你挑战摔跤 牧民们都欢呼起来 这扎西丹布也是部落里有名的勇士 曾经独立赤手空拳干掉了三头草原狼 而摔跤比赛也是藏族聚会时常举行的传统节日 按照规矩 在摔跤比赛中获得胜利的人 就可以得到部落里最漂亮的姑娘的香吻 段泽涛就有些为难了 按照放纵的规矩 被挑战者是不能拒绝的 否则会被认为是懦夫 这时一旁的竹马鼓励 也替他抱不平说道 扎西丹布这不公平 他根本没练过摔跤 你这分明是欺负人 扎西丹布见竹马鼓励替段泽涛说话 心中越发不舒服 故作豪爽的大笑道 嗯 这好办 我可以让他一直勾不 单手和他摔跤 这样总行了吧 周围的藏族小虎也跟着起起哄来 段泽涛听了扎西丹布 语带清明的话 心里就有些不舒服 而且他下一步要推动脏傲养殖产业的行程 也需要牧民们的配合 如果在牧民心中留下一个懦夫的印象 对他的下一步工作开展也十分不利 加上又喝了不少酒 酒切上涌便大声说道 笔就笔 我也不要你让 大家公平比赛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两人来到场中央的空地上 扎西丹布扭了扭头 舒展了下骨骼 全身的肌肉和关节爆发出吓人的爆响 他大吼一声 就像段泽涛扑了过来 粗大的双臂如两条丝蟒般 牢牢地缠中了段泽涛的腰 用力向后一搬 这是他的比杀紧 往往对手给他这么一般就会丧失战斗力 摔倒在地 段泽涛只觉得腰都快被勒断了般难受 就在周围人都认为他输定了的时候 段泽涛便掌成锥 用力在扎西丹布的双肋上一次 按胡铁龙的说法 这个穴位是人体最吃痛的地方 扎西丹布吃痛松开了手 段泽涛趁势用力 向他怀里依靠 把他靠了一个亮枪 左腿一撩 扎西丹布就重重地向后摔倒在地 众人现实一愣 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竹马鼓励欢呼得最响亮 飞快地跑了过来 在段泽涛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段泽涛摸着脸颊 一下子僵住了 他不知道这摔跤比赛得到的奖励 竟然会如此的香艳 有了前车之鉴 藏族小伙们也不敢再挑战了 却开始猛灌段泽涛酒 段泽涛虽然酒量不错 但也架不住这么多人搞车轮战 很快被灌醉了 他甚至不记得什么时候被人抬着回到帐篷里 他只觉得自己头痛得要命 帐篷里也没有点灯 段泽涛被扔在了厚厚的毯子上 顿时感觉到一阵头晕恶心 口干舌燥 嗓子里几乎要冒出火来了 睡了一会儿 他迷迷糊糊地翻身爬了起来 嘴里喊着 水 水 我要水 忽然之间 身后一双冰凉光滑的手臂 从后面缠绕了上来 轻轻搂动了他的脖子 那滑腻柔嫩的肌肤触感 顿时让段泽涛全身一颤 身后一个温软的身子 轻轻贴在了他的后背上 从肌肤触碰的感觉 还有那贴擦背上 恶挪凹凸的感觉 他立刻判断出 身后的这举身躯 是赤裸的 段泽涛张口欲叫 却被两片芬芳的唇瓣 含着一口甘甜的清水堵住了 一条又香又滑的香舌 钻进了段泽涛的嘴里 干得快冒烟的段泽涛 情不自禁地 含着用力地吸吮着 那滑溜溜的双臂 死死地缠绕着 段泽涛顿时感觉到头晕眼晃 只觉得心跳加速 也忘记了挣扎 两人一翻 就滚在了茅潭里 怀里的那个温软光滑的身子 是那么的诱人 芬芳的唇瓣 是那样的柔软香甜 但仅存的一丝理智 提醒段泽涛 不要忘记 李梅就在戈壁 脑海恢复了一丝清明 用力挣脱开来 定睛一看 那人却是琢磨古丽 琢磨古丽平日里 最是害羞矜持 但他很少跟外界基础 部落里的年轻男子 他根本看不上眼 而段泽涛 却给了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尤其这个男子 又是如此英俊 身份神秘而高贵 更及英雄的吴勇 和草原汉子没有的文雅 于一身 一下子就打开了他紧闭的心扉 藏族女子对爱情的追求 是最直接而执着 虽然他也察觉到段泽涛和李梅关系不一般 但被爱情冲昏了头的竹马鼓励 却更愿意自己骗自己 认为段泽涛和李梅只是普通朋友 就算两人是情人 他也有信心 凭自己的青春美丽 把段泽涛从李梅那里抢过来 回到帐篷 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段泽涛 打败扎西丹布的英姿 狗壁帐篷里 传来了父亲隔仓错目的憨声 鬼使神差之下 他捏手捏脚地爬了起来 偷偷溜进了段泽涛的帐篷 打算来个生米煮成熟饭 把段泽涛抢过来 段泽涛见来人竟是竹马鼓励 大吃了一惊 就一下子醒了大半 小声急道 竹马鼓励姑娘 怎么是你呀 竹马鼓励双甲飞红 羞涩难当 但事已至此就壮起胆子 挺起自己丰满的胸膛 缠声说道 你不知道吗 在摔跤比赛中的胜者 就可以得到部落里 最美丽的女子 难道 我不是最美丽的吗 段泽涛有些哭笑不得 他已是一身轻战 自不可能接受 才认识竹马鼓励的事 但如果拒绝竹马鼓励 又怕伤害他 思来想去 段泽涛还是觉得 直接了当地和竹马鼓励 说清楚比较好 郑瑟道 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藏族姑娘 但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 现在躺在你帐篷里的那位女子 就是我的爱人 你一定能找到比我更优秀的男人 我祝你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竹马鼓励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 眼泪刷得一下子流了下来 咬牙穿好衣服 转身哭泣着跑了出去 这时帐篷外突然转出一个人来 却是骨丧错目 他早就察觉 竹马鼓励对段泽涛的态度有些不对劲 所以他假装熟睡 见到竹马鼓励偷偷溜出来 就悄悄地跟了出来 见到竹马鼓励 古人偷偷溜进了段泽涛的帐篷 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但此时如果他闯进去 一则断则涛是活服使者 身份尊崇 他不知该如何面对 二则 这事一旦惊动了部落里的其他人 竹马鼓励以后就无法面对族人 自己也会抬不起头来 正犹豫不决之时 却见竹马鼓励哭泣着跑了出来 回到了自己的帐篷 格桑错母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心中越发对段泽涛无比敬服 世上有几个面对主动同怀送抱的美女 坐怀不乱 真不愧是活服选定的使者 刚才如果不是段泽涛把持得住 自己女儿的仪式清白就毁了 格桑错母想了想 就掀开段泽涛住的帐篷厚厚的布连 走了进去 段泽涛见到格桑错母进来 吓了一大跳 有些心虚的看着格桑错母 竹马鼓励刚刚衣衫不整的 从自己的帐篷里跑出去 格桑错母就进来了 很明显刚才的事情 他都知晓了 他不会是要来杀自己灭口吧 这游牧民族生性彪悍 罚律意识淡不可 而格桑错母在部落中的威望又很高 如果他真把自己杀了 游牧民族居无定所 公安机关想破案都难 那自己可就真冤死了 圣卫第149集 就见那格桑错母满脸坚毅 像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猛地拔出了自己随身佩戴的腰刀 那刀寒光闪闪 看起来十分锋利 段泽涛大惊失色 连忙跳起来 连连摆手说道 格桑错母大哥 你听我说 你真的误会了 我和你女儿之间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但接下来 格桑错母却做了一件 段泽涛绝对意想不到的事 他单膝跪地 退下自己衣服上的左袖 光着左臂 右手持刀在左臂上 刷刷刷 连滑散倒 鲜血直流 格桑错母却浑然不顾 举起右手 对天盲事说道 我格桑错母 愿誓死追随活佛使者 但有所命 莫敢不从 如为此事 天诛地灭 格桑错母所发的这个誓言 在藏族传统里叫雪氏 是藏族最庄重 最严肃的盲事仪式 藏民认为 如果发了这个雪氏 却不遵守的话 死后将会坠入十八层地狱 所以轻易没有人 会发这样的雪氏 段泽涛联盟上前 将格桑错母扶起 惊道 格桑错母大哥 不可如此 我何德何能 当得起你如此重视啊 格桑错母毅然说道 刚才我就在帐篷外 您的话我全听见了 您实时挽救了我女儿的一生清白 另一人值得我追随 段泽涛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格桑错母在部落中威望很高 对于藏狼养殖也十分有经验 对自己下一步推动藏狼养殖计划 实是有大帮助 正是不可或缺的人选 联盟找来布条和清水 帮格桑错母 简单地处理包扎了一下伤口 这才请她坐下来 把藏狼养殖的事和她说了 格桑错母眼睛一亮 用力一拍大腿说道 这倒是个生前的好路子 如果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谁又愿意到处漂泊的 我们这里人人都是养藏狼的好手 了解藏狼就像了解自己的儿子一样 每年赤骨发情的时候 前来配种的藏民都排到吉利地外去了 生下的幼傲犬 他们一般都只选品种最好的留下 字一点的都抛弃了 只要有路子卖到内地去 也能卖不少钱呢 不过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一 如果要规模养殖 建犬舍等基础设施就要一大笔钱 更不用说后面饲养的费用 我们拿不出来 二 藏民都使藏狼为亲人 所以纯种藏狼是绝对不会卖的 卖了内地也很难成活 三 小鲁问题 我们这里交通不便 虽然偶尔也有内地老板来我们这里买藏毛 但如果规模养殖的话 就不是一个小数了 一头藏毛一天就要吃好几斤鲜肉 这饲养费就把我们压垮了 葛桑错谋又有些担忧的说道 他是部落里唯一一个上大学的人 分析起来倒是有条有理 段泽涛哈哈大笑道 你说的一些都不是问题 我会帮你们找一个有钱的投资人来投资 你们以技术入股 另外我也会帮你们申请提息贷款 对你们那个专职高原伤风感冒的祖传藏药秘方 能不能拿出来 我帮你卖给刚和阿克扎制药厂合资的汤臣集团 这是一大批钱 我也知道藏民对藏羔感情深厚 纯种藏羔不能卖 可以卖其他种群的藏羔啊 还可以提供配种治疗等增制服 对你们的序幕业也有带统 至于消了问题 你就更不用担心了 我是想把阿克扎的藏羔养殖 包装成一个估计性的品牌 到时来买藏羔的人要排成长龙呢 就怕你忙不过来 两人兴奋的商量了半个晚上 最后段泽涛实在顶不住了 哈欠连连 隔脏错目 这才失去的告辞走了 段泽涛实在太累了 睡得很沉 还做了一个春梦 孟家江小雪 李梅 欧阳芳 孙妙可 还有小兰小芳 都来了 和她在一张大床上 拦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群皮大战 这时杜晓月走了进来 不停地挑逗她 她被搞得活气 跳起来就去追杜晓月 杜晓月 咯咯笑着转身就跑 好不容易被追到了 她把杜晓月死死按住 对准她那娇艳的红唇就亲了下去 含住她那香滑的舌头 吸吻起来 突然 顿泽涛觉得脸上湿答答的 很不舒服 就下意识地伸手去摸 一摸 摸到一个毛茸茸的东西 一下子吓醒了 睁眼一看 却是赤骨在用舌头舔她的脸 想着自己刚才居然把赤骨的舌头 当成杜晓月的香舌 段泽涛恶心地要死 拼命地吐着吐 又连忙用衣袖擦干自己脸上腥臭的口水 火到 大哥 拜托我是男的 憋口那么亲密行不行 赤骨眼汪汪地看着段泽涛 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搞不懂为什么 自己的亲密 让段泽涛如此恼怒 段泽涛有些好笑 用手用力揉了揉赤骨毛茸茸的大头说道 吓死不许淘气了 赤骨又咬着段泽涛的裤脚 拖着她就往外走 段泽涛无奈地跟着赤骨 来到一领帐篷内 就见那雪傲母犬 正在给幼傲犬小赤骨 喂奶 小家伙还没有意识 眼睛也半闭着 吃奶却喊不老实 动来动去 奶头含进去 又吐出来 雪傲母犬有些焦急 却又没有办法 见到段泽涛进来 欣喜地叫了两声 段泽涛蹲下身子 在小赤骨身上 抚摸了两下 非常神奇的 小赤骨立刻不乱动了 老老实实地吃起奶来 段泽涛心中大气 难道自己和这小赤骨天生有缘 这也太神奇了 哇 太可爱了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交呼 却是李梅睡醒了 没想到段泽涛就出来吵 正好看到可爱的小赤骨 她平时最是喜欢小动物 见到小赤骨 心中就涌动着一种 母性的喜爱之情 情不自禁地走了过来 想抚摸一下小赤骨 一旁的赤骨怒吼一声 像一头暴怒的狮子 向李梅满扑了过来 不可以 段泽涛大喝一声 猛扑过去 经李梅死死护在身下 赤骨见识段泽涛 竟然在空中 来了个高难度的托马斯回旋 硬生生地杀住了扑驶 滚落在地 爬起来 有些疑惑地望着段泽涛 段泽涛指了指李梅 对赤骨立声说道 他是我的朋友 是好人 好人不能伤害 明白吗 赤骨眼汪汪地点了点头 竟好像能听懂段泽涛的话 吧 李梅本来被吓得花容失色 此时 见这个凶猛的大家伙 居然在段泽涛面前 卖萌 也有些忍峻不住 惊奇地说道 泽涛 他好像真的能听懂你说的话 段泽涛笑笑说道 这家伙 这家伙可是 熬王之王 他聪明得很 说起来 他还算是 我们的救命安人 你身体也好了吗 还有没有 哪里不舒服 李梅更加惊喜了 他在段泽涛和赤骨大战狼群的时候 一直昏迷不醒 所以对整件事情茫然不知 连忙追问道 我觉得很好啊 怎么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吗 段泽涛 于是就把事情的经过 告诉了李梅 李梅心有余悸地拍着胸脯说道 这么危险啊 看来还真是得好好谢谢这个大家伙呢 赤骨得意洋洋地昂起头 抖了抖身上的长毛 仿佛一位得胜回朝的国王 可惜因为腿伤还未好 样子很是滑稽 都得段泽涛和李梅 哈哈大笑起来 突然 外面传来了一阵喧闹声 段泽涛走出去一看 就见到方冬明 带着几个基层干部 正在匕首画脚的 和格桑错目说着什么 见到段泽涛 方冬明大写过往 连忙跑了过来 又是激动 又是焦急地说道 老板 你真的在这里啊 可把我们接坏了 你载不出来 行鼠就要翻天了 还有 你快救救铁龙哥吧 胡铁龙和段泽涛 一事一友 段泽涛也从未把胡铁龙 紧紧当成自己的司机 而是当作朋友 和胸场对待 听了方冬明的话 段泽涛大惊失色 用力抓住方冬明的胳膊 摇晃着急忙说道 什么 铁龙出什么事了 原来 方冬明和胡铁龙 见段泽涛很晚还没有回来 手机又打不通 就预感到段泽涛出事了 赶紧向刑署专员 白马阿刺人汇报 白马阿刺人听了也十分着急 立刻打电话 给公安局长 丹巴捷布 让丹巴捷布 立刻派出所有警力去搜索 丹巴捷布是地位书记 陆辰峰的人 就立刻向陆辰峰做了汇报 陆辰峰得知段泽涛失踪了 心中暗息不已 打着官腔说道 丹巴捷布同志 或许段泽涛员 只是出去玩得太开心了 忘了回来 失踪人口 不是也要失踪24小时 才能立案吗 公安局肩负维持 整个阿卡扎市治安的重任 警力本来就紧张 哪里有那么多警力派出去呀 不能搞特殊话吗 丹巴捷布就用陆辰峰的话 回复了白马阿刺人 白马阿刺人气得破口大骂 却又没有办法 丹巴捷布一向对他洋风阴违 不听他的招呼 也不是第一次了 胡铁龙平时不大爱说话 其实却是面朗心热 对段泽涛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听了丹巴捷布的回复 就默不色声地走开了 方东铭急得团团转 不知该如何是好 也就没有注意 哪知道 胡铁龙却是去了陆辰峰 在地位大院的家 他没有惊动外面站岗的武警 而是利用他特种兵的潜伏术 直接进来陆辰峰的书房 陆辰峰见到胡铁龙吓了一大跳 根本不听他说话 就准备大声叫外面站岗的武警 胡铁龙只得一把抓住陆辰峰 制服了他后 让他立刻打电话 指示丹巴捷布 派出所有警力 进行拉网式搜索 陆辰峰吓得当场尿了裤子 只得按照胡铁龙的要求 打电话给丹巴捷布 让他立刻展开拉网式搜索 段泽涛 胡铁龙在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就主动放了手 向陆辰峰道歉 陆辰峰恼羞成怒 又知道胡铁龙和段泽涛 关系不一般 正好姐姐打击段泽涛 根本不听他解释 立刻叫来站岗的武警 把胡铁龙抓进了拘留所 准备质疑重罪 铁龙怎么这么糊涂啊 段泽涛狠狠的一肚脚 急而决然道 铁龙是我的兄弟 谁要懂他 就得先问问我 答应不答应 陆辰峰既然一定要和我过不去 我就好好和他过过招 李梅有些担忧地劝我一道 泽涛 你也要冷静 你千万不要冲动 铁龙哥就是太冲动了 才会出这样的事 先回去看看 是什么情况再说吧 风东明接口说道 是啊老板 这次陆辰峰摆明了是针对你来的 如果你冲动了 正好撞完他的圈套 我们还是从长计议 总会有办法的 段泽涛冷笑道 你们放心 我最有份算 陆辰峰想对付我 没那么容易 事情紧急 段泽涛匆匆告别了 格桑错母等人 带着风东明和李梅 赶回了阿克扎市 他没有回行手办公室 而是直接去了公安局 胡铁龙就被关押在这里 段泽涛来到局长办公室 单巴结步 见到段泽涛大吃了一惊 有些心虚地赶紧迎了上来 满脸堆笑地说道 哎 段泽涛 您回来的太好了 可把我们急坏了 我们把所有经历 都派出去找您了 现在还有同志 没来得及撤回来呢 段泽涛瞟了 单巴结步一眼 冷笑道 真的吗 公安有人 巴不得我永远不回来了吧 单巴结步不好切话 只能尴尬地笑着 站在了一旁 我的司机胡铁龙 现在在哪里 段泽涛冷冷地问道 单巴结步 夹在段泽涛和陆尘峰中间 也十分难做 这两人他谁都得罪不起 摸了一把冷汗说道 哎 段泽涛 胡铁龙 他挟持地位书记陆尘峰同志 目前正在被激留在办公室 居留室 段泽涛拔败手说道 胡铁龙 为什么要挟持陆尘峰同志 挟持陆尘峰同志 对他有什么好处 这中间定有隐形 现在 你立刻打开居留室 我要去探视他 单巴结步为难的挠挠头说道 胡铁龙是十分危险的人物 陆书记指示 你一定要严价看完 任何人都不能探视 段泽涛用力一拍桌子 不然大怒道 法庭一日没有判 胡铁龙同志有罪 谁也不能给他定罪 我问你 你可曾亲眼见到 胡铁龙同志挟持陆尘峰同志 事情没有调查清楚 就不要急着下结论 我身为常务副专员 我想去探视我的司机 还需要他陆尘峰批准吧 你如果不敢做主 我这就给政法委书记 公布评措书记打电话 问问他是不是有这段规定 单巴结步 也不敢把段泽涛得罪死了 段泽涛可是连陆尘峰 都要顾及三分的忙人 他要是记恨上了自己 自己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连忙说道 哎 段泽涛 我不是这个意思 您当然可以去探视 不过探视过程 我要全程陪同 段泽涛冷冷地说道 好 我不为难你 我看你忘记了我上次的话 警察的枪是用来保护人民的 永远不要将枪口对准人民 你如果弄错了方向 谁都保不了你 我话说到这里 怎么处理你好自为之 话不多说 你先带我去看护铁龙吧 上位 第150集 单巴节部如何听不懂段泽涛一语双冠的话 但自己已经上了陆尘峰的船 陆尘峰的许多违法违纪行为 他都参与其中 要想回头 又谈何容易 而且陆尘峰向他承诺 等把正法外书解 共不平错搞倒后 就让他顶上去 只得装作没听懂段泽涛的话 低着头 带着段泽涛来到拘留室 打开门 段泽涛见到了胡铁龙 胡铁龙见到段泽涛 面色一新 老爸 你回来了 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段泽涛见胡铁龙 手上脚上 都被靠上了重重的铁料 眼圈一下子红了 段泽对身后的单巴节部 立声说道 单巴节部 这是怎么回事 立刻把铁料给我打开 单巴节部 躲闪着段泽涛 凌厉的眼神 捏如着书道 胡铁龙是十分危险的人物 陆书记只是 段泽涛已经出力愤怒了 猛的一挥手 打断了段泽涛部的话 陆姐反笑道 又是陆书记说 你单巴节部 到底是人民的公安局长 还是陆陈峰的狗腿子 你要我说几遍 法庭一日没有判 胡铁龙同志有罪 谁也不能给他定罪 更无权给他带上铁料 你身为公安局长 不能坚持原则 依法办事 根本就不合格 我明天立刻下常委会提议 把别你的公安局长职务 单巴节部吓坏了 他早就听说了段泽涛 上次在常委会上 讨论企业改制方案时 得到了大多数常委的支持 如果他真的向常委会提请 罢免自己的职务 自己的乌纱帽 还真不一定保得住 连忙低头 向段泽涛认错说道 段泽涛 对不起 说我错了 我立刻帮他打开铁料 等单巴节部帮胡铁龙 打开铁料 段泽涛上前紧紧抓住 胡铁龙的手说道 铁龙 让你受苦了 你放心 我就不会让你有事的 胡铁龙笑笑说道 老板 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你不要管我 只要你没事就好了 段泽涛见到此时 胡铁龙仍然首先想到的是 自己担心给自己添麻烦 白白手感动的书道 铁龙 你不要想这么多 你可能见过我怕我麻烦 想着我麻烦的人多了去了 可哪次最后麻烦 不都是他们自己吗 说起来 其实也是我害了你 人家就是冲我来的 你只是遭了持余之灾罢了 所以帮你就等于帮我自己 你要相信我 只管把那天真实的经过告诉我 我自然会给你一个公道 胡铁龙也被段泽涛所表现出的 那股强烈的自信感染了 段泽涛为了他不惜与陆尘峰样拼 也让他十分感动 就一五一十的将昨晚的事情经过 对段泽涛说了 段泽涛大喜过往 他开始还当心胡铁龙一时冲动 对陆尘峰动了刀子 有了物证可就不好玩了 如今看来 胡铁龙还是比较克制的 最多只能算肢体中毒 用力拍了拍胡铁龙的肩膀笑道 铁龙 暂时委屈一下你在这里待上两天 三天之内 我肯定见你出去 说完 又转头对丹巴捷部严厉的说道 丹巴捷部局长 如果胡铁龙同志 在你这里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 你就等着撤职吧 丹巴捷部唯唯诺诺的点头说道 不敢不敢 段泽涛这才冷哼了一声 离开了公安局 考虑李梅身体还很虚弱 就让他先回酒店休息 李梅有些担忧的看了看段泽涛 说道 涛 你可一定要冷静啊 千万别干傻事 段泽涛轻轻拍了拍李梅的手 强颜欢笑道 小梅 你不用担心我 我有分寸的 这两天我可能会很忙 不能时刻陪着你了 晚上 我再到酒店来看你 等天龙出来后 我再带你去看看小吃骨 将李梅送到酒店 段泽涛回到了自己在行蜀的办公室 路上正好碰见彭许东 彭许东 幸才乐乎的看了段泽涛一眼 招呼也不打 眼睛朝天 就准备与段泽涛擦颈而过 他是想赶着去向陆陈峰报信的 如果是平时段泽涛也懒得大理这种小人 但此时他逼了一肚子过 见到彭许东这份小人得志的模样 就越发恼火 冷笑道 彭秘书长 如果没有记错 请属秘书长岗位 职责第一条就是尊重上级领导 为上级领导做好服务工作 你见到我连招呼都不打 是不是不把我这个常务副专员放在眼里 还是搞不清楚你这个秘书长的职责 看来我有必要向白马阿次人提议一下 讨论一下刑属秘书长的人选问题 彭许东满脸仗得通红 气得浑身发抖 可是他也没有办法 段泽涛的话正在点中他的软肋 如果段泽涛联合白马阿次人 对他提出不信任 又在常委会上占了多数 他的确有可能位子不保 只得强错笑脸低头认错说道 对不起段泽涛 我刚才正好有急事要办 没看到去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计较 段泽涛只是打算敲打一下彭许东 让他痴痴憋 挥了挥手 冷冷的说道 彭秘书长 走路还是要看路 别总是眼睛望天 不看路万一哪天摔跤了爬不起来了 可就不好了 说完再也不看他一眼 扬长而去 彭许东被段泽涛噎得要死 直到完全看不到段泽涛的背影了 才恨恨的催了一口 吐猛骂道 呸 都死到临头了 还在我面前触摆架子 看你能神气到几时 掉头 屁颠屁颠的 找路晨峰报信去了 一进路晨峰的办公室 彭许东立刻点头哈腰 满脸谄媚的笑道 老板 段泽涛回来了 一脸的慧气 他这下算是被老板年拿走几寸了 蹦跋不起来了 嘿嘿 陆辰峰对自己这招隔山打牛 也颇为得意 阴笑道 哼 我这次拿胡铁龙开刀 段泽涛如果坐视不理 那常委会那些向他靠拢的人 就会觉得他生性伯良 对身边的人都不能保护 从而对他失去信心 如果他要替胡铁龙硬出头 那就更好办了 我就要告他包庇手下 欲下不言 纵容手下行修 这顿板子啊 他是死活 逃不掉了 呵呵呵 彭许东连忙竖起大拇指 巴结讨好刀 老板就是老板 这一招实在是高 段泽涛就算是神通广大的孙猴子 也终究逃不过您正如来佛的首场心 他要和您斗还是嫩了点 他猪击马屁拍的陆尘峰很是受用 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玉东啊 我就喜欢你这股子伎俩下 你去给我钉死段泽涛 他有什么异常举动 你就赶紧来告诉我 立委秘书长的位置 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段泽涛回到办公室 方东明给段泽涛泡好茶 就悄悄地带上门退出去 他知道此时段泽涛需要朗静地思考 来应付眼前这个棘手的难题 段泽涛靠在办公椅上 点了一根烟 虽然他在胡铁龙等人面前表现得十分自信 但这件事的确让他感到十分头疼棘手 主要是现场只有胡铁龙和陆尘峰两人 而胡铁龙又不是通过正常途径 进入陆尘峰的书房的 如果陆尘峰咬定胡铁龙暴力挟持他 那谁也没有办法 如果段泽涛采用动用关系暴力破局的办法 就算最后能把胡铁龙捞出来 也难免要落个交恒拔恶的评价 要知道自己作为中组部选派的原葬干部 一举一动都是被上层 甚至是中央领导关注的 如果得了这么一个评价 那自己很可能就要被打入冷宫 仕途也走到了尽头 这个结果也正是陆尘峰等人想要看到的 但如果不暴力破局 现在的情况又对胡铁龙很不利 除非当时陆尘峰 自己主动撤销对胡铁龙的指控 但陆尘峰对段泽涛汗之入骨 又怎么可能主动撤销对胡铁龙的指控呢 看来阳谋是行不通了 这个问题实在太棘手了 段泽涛琐思又想 烟都抽了大板包 烟灰缸里满是烟头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 还是没有主意 这时方东明开门进来加水 见满屋子烟雾呛得直咳嗽 鼻子却有些发酸 段泽涛为了胡铁龙的事如此伤心 能跟着这样一位为身边手下着想的老板 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联盟把窗户打开散烟气 又有些心疼的劝慰道 老板 您还是少抽点烟 烟抽多了 对身体不好 您现在虽然年轻 看起来好像身体不错 可这身体最容易从内部出问题了 我一个亲戚 才三十多岁 爱抽烟 结果 段泽涛仿佛抓住了点什么 联盟向方东明问道 东明 你刚才说什么 方东明有些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 疑惑地答道 我说您少抽点烟 抽烟多了 对身体不好啊 不是 是后面那句 段泽涛急道 方东明挠了挠头 想了想说他 第二句话呀 我说 这身体最容易从内部出问题了 段泽涛灵光一闪 兴奋地一拍桌子 哈哈大笑道 我有主意了 东明 谢谢你提醒我 这下 铁笼有救了 你立刻打电话 他通知政法委 公布评措书记到办公室来一趟 算了 我还是亲自去他办公室吧 这件事还得着落在他的身上 说完就兴冲冲地出了门 方东明仍是一头雾水 弄不清楚 到底自己怎么就提醒段泽涛了 不过 段泽涛既然说有了办法 那事情就一定能解决了 心情也跟着大好起来 拿起抹布 搞起办公室的卫生来 公布评措 自上次常委会讨论起改制方案时 投了赞成票 虽然事后表示出了向段泽涛靠拢的意图 但内心却仍有些摇摆不利 陆尘峰拍戏的人自然不愿意搭理他 而他又不好意思拉下脸来死贴段泽涛 就沦为了牢牢不疼 爷爷不爱的边缘化人物 心情也十分郁闷 见到段泽涛主动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供布评措就吓了一大跳 似乎每次段泽涛到他办公室来准没好事 连忙满脸堆笑迎了上去 段泽涛 你来了 你不知道 你昨天没回来 可把我们急坏了 我正准备去你办公室看你的 你到亲自来了 你管的事多 我们阿克扎可离不开你啊 有什么事打个电话 我到你办公室去也一样嘛 赶紧请段泽涛在沙发上坐了 又手忙脚乱的 亲自去给段泽涛倒茶 段泽涛摆摆摆手 呵呵笑的 公布评措书记啊 你就别忙活了 我刚从办公室喝了一肚子茶来的 说起昨天发生的事 我也是颇多感慨啊 所谓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患难时才能见真情啊 我听说 公布评措书记对我的事还是很尽心的 不过 我也听说最近公安系统不大怎么听招呼啊 公安系统不是你公布评措书记分管的吗 连你的招呼都不听啊 这可是要出大问题啊 公布评措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段泽涛这一番话正捅在了他的痛处 公安局长丹巴结布 自从他不受陆尘峰的待见以后 仰仗着由陆尘峰给他撑腰 对他的指示就变得爱理不理 段泽涛失踪那天 他也给丹巴结布打了电话 让他立刻派出警力 全力搜索 丹巴结布却反拿陆尘峰来压他 现在等于把他这个政法委书记给架空了 让他如何不弃呢 现在既然段泽涛点到这个问题 公布评措也不好自报其仇 只得尴尬的笑道 段泽涛啊 这件事是我有责任 平时对公安系统管理过于放纵 以后我一定加强管理 不过这事也不能全怪他们 他们也是接到了地位陆书记的指示 毕竟陆书记才是一把手啊 段泽涛用手指点了点公布评措 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公布评措书记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你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 你还在这里 空暴幻想 仔细欺人 真是可笑啊 可笑啊 公布评措大惊失色道 诶 段泽涛啊 此话是从何说起啊 我现在好好的 祸从何来啊 你不要为言耸听 段泽涛冷笑道 骆晨峰现在让公安局长 丹巴结布把你架空了 摆明了要扶持丹巴结布 顶替你 如果你还能掌控政法系统 或许鹿晨峰还会有些投诉机器 如今你对政法系统毫无控制力 也都完全没有了利用价值 很明显被鹿晨峰当成了一枚气子 你跟着鹿晨峰也有不少年头了 以你对他的了解 推个毫无利用价值 有曾经背叛他的手下 他会放过你吗 公布平措一下子脸色变得惨白 软瘫在沙发上 是啊 他跟随鹿晨峰多年 太清楚鹿晨峰对待不听招呼的手下 是如何的心狠手辣 本身有问题的自不用说 就是本身没问题的 鹿晨峰也会想尽办法栽赃陷害 置你于死地 公布平措就曾经当过帮凶 亲手办过几间鹿晨峰 打击不听招呼的手下的案子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